第986章 江陈封神 这漫长的征程 球场上 欧文和其他球员去和胡人队球员致意拥抱 对于他们来说 职业生涯第一次闯入季后赛 已经非常满足了 尤其对于欧文来说 能够在总决赛中和自己的偶像交手 这就等于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庆幸的不得了 嘿 柯比 恭喜你又拿到了一个冠军 NBA最伟大的传奇之一 我会以你为榜样继续前进的 欧文笑着说道 由衷的替柯比感到高兴 可能这就是粉丝对偶像的期待吧 谢谢 伙计 你整轮系列赛表现都很棒 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困扰 期待你未来的成长 柯比说道 脸上洋溢着真挚的笑容 他是真的很欣赏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谢谢 我会努力的 超越你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我要在NBA 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来 欧文激动地说道 加油 柯比说完 就去和其他球员拥抱致意了 欧文又跑去和江陈寒暄了几句 便向着球员通道走去 对于江陈 他只有尊敬而没有崇拜 人生这么多年 他将所有的崇拜都给了柯比 可以说是联盟柯比头号狂热粉丝 在骑士队的球员们离场后 胡人队球员开始互相庆祝起来 柯比静止走到娇琪瓦妮莎身边 献上深情一吻 然后又抱起自己的两个女儿 分别亲吻 一家四口非常幸福 另一边 江陈也是走到自己女朋友唐亚琴身边 大大方方地拥抱上去 并且深情拥吻 且他的双手很自然地搭在了唐亚琴那膨胀的 突出来的臀部上 弧线和手感都爆炸 周围的球迷们疯狂起哄 更是掏出手机疯狂拍照 江陈和唐亚琴都没有搭理 两人都沉浸在二人世界中 结束了 骑士队终究是没能抗胡成功 让胡人队完成了伟大的八连关 江陈在本场比赛的表现更是完美 无可挑剔 尤其是第二节单节41分的表现 直接封神也奠定了赢球的基础 巴克力感慨道 双眼望向球馆远方有些恍惚 时间匆匆而逝 八年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了 从08年胡人队总决赛逆转凯尔特人队开始 谁能想到在未来的八年时间里 胡人队会稳稳地统治这个联盟 拿到八连关的伟业 而江陈在这八年的时间里 更是创造了诸多神迹 完全统治这个联盟 将所有的荣誉都囊括到自己的手里 这漫长的征程 真是让人感慨不已 毫无疑问 这个时代是属于江陈 我认为八连关只是开始 下个赛季 胡人队依然是联盟最大的夺冠热门球队 我依然相信 他们能拿到总冠军 完成九连关的伟业 奥尼尔认真说道 语气里也是充满了惊讶 作为纵横联盟十几年的超级巨星 他深深知道 想要拿到冠军 真的是太难了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而完成连关 更是难上加难 三连关 就算是创造了一个王朝 而如今 胡人队拿到了八连关 这是什么概念 等于创造了两个半王朝 再拿一个冠军 就能创造三个王朝 而从NBA成立到现在几十年的时间里 除了上古时代比尔 拉塞尔率领凯尔特人队 拿下八连关 之后的几十年时间 只有公牛完成过两次三连关 胡人队在世纪之初 完成过一次三连关 恐怖 实在是恐怖 是啊 以胡人队现在的阵容配置 加上江城即将步入身体的黄金年龄 胡人队依然拥有着强大的竞争力 这么打下去 江城的总冠军戒指数量超越比尔 拉塞尔也只是时间问题 巴克利也是感慨到 也是替这个时代的篮球运动员感到悲哀 江城之下 皆为蝼蚁 没有哪位球员能够与之比肩 詹姆斯 杜兰特 保罗 威绍等等超级军巨星 全都成为这个时代的牺牲品 让我们再次恭喜胡人队吧 这个总冠军的含量 我认为是八连关中第二高的 仅次于08年抢七大战 逆袭凯尔特人队的那个冠军 巴克利又是说到 亦是激动不已 球员时代 他见证了乔丹的传奇 如今解说员时代 他又见证了江城的伟大 也是幸运至极 当然更幸运的是 自己身边的这个死胖子 在其巅峰期 完美地避开了乔丹和江城 这两位传奇的统治时代 拿到了四个总冠军 真叫人羡慕啊 江城是传奇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詹姆斯的伟大 我连续五年打进总决赛 只是遗憾都拿到了亚军 我认为他已经超越了杰里 维斯特成为NBA历史上的无冕之王 奥尼尔认真说道 巴克利满头问号 竟是一时间分不清 奥尼尔是在夸詹姆斯 还是在嘲讽他 球场上 球员们庆祝进入尾声 颁奖典礼很快开始 工作人员已经将颁奖舞台搭建完毕 在台上矗立着用LV定制包装 和装着的巨大的奥布莱恩金杯 奢华无比 就LV定制的包装盒 就高达几十万美刀 在现场MC激动的欢呼下 NBA总裁亚当 萧华闪亮登场 脑袋依然睁亮 没有一根头发 他接过话筒 照例进行了冗长的演讲 然后大声说道 我宣布 NBA2014 2015赛季的总冠军得主为 洛杉矶湖人队 这也是他们连续第八个冠军 追平了凯尔特人队 欢呼声四起 整个球馆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观众留下来 观看颁奖典礼 哪怕他们不支持胡人队 但也想看看这历史性的一刻 八连冠啊 这是多么漫长的伟大征程 接着 亚当 萧华将奥布莱恩杯 递给了胡人队总经理酷普切克 老头子接过金杯 笑得合不拢嘴 作为球队总经理 他也算是功成名就了 之后是菲尔 江臣等人 依次接过奥布莱恩金杯 高举庆祝 当奖杯传递到马里昂和小厮手中的时候 两人都是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在职业生涯末期 终于拿到冠军了 哪怕是蹭的冠军 那也是冠军 那也会总冠军戒指 第987章七连FMVP 怎么吹 接下来 便是颁发总决赛MVP的时刻了 亚当 萧华又说道 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将目光集中到江臣身上 现场的大屏幕 也将镜头对准了江臣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答案 没有任何悬念 江臣再次以全票当选总决赛MVP 恭喜他 亚当 萧华略微激动地说道 也不卖关子 直接说出了答案 话音落下 全场欢呼 江臣微笑着走上前去 从比尔 拉塞尔手中 接过了象征着无上荣誉的 FMVP奖杯 伙计 恭喜你 又获得了一个FMVP 并且在总冠军连贯的次数 追平了我 比尔 拉塞尔老爷子说道 也是有些惊讶 嘿 这只是开始 我还要超越你 不仅在总冠军连贯的次数上 还有总冠军的数量上 都要超越你 我会取代你 获得指环王的称号 江臣自信满满地说道 小子 我知道你有机会超越我 但是你也不要太得意 你就庆幸 没有生在我那个年代吧 不然我用一只手就能打抱你 比尔 拉塞尔说道 开始装逼 如果这是在名人堂的演讲中 那魔术师约翰逊 拉里 伯德 奥拉朱旺等球星 都会点头承认 但是江臣可不惯着老爷子 你想多了 如果你出生在这个年代 我都不用手 就可以把你打抱 江臣毫不示弱地回击道 亚当 肖华 这怎么还开始互喷垃圾话了呢 他不懂 但其实拉塞尔和江臣心里都很清楚 正是因为两人都很尊敬对方 所以才会互喷垃圾话 如果比尔 拉塞尔看不上江臣的话 那也没必要跟他说这些 客套两句就完了 两人相识一笑 比尔 拉塞尔老爷子 拄着拐杖慢慢离场 他知道 属于自己的时代 早就已经过去 在不属于自己的舞台上 也就没必要抢戏了 还是乖乖地回家养老吧 现在这个时代 是属于江臣这个年轻人的 拉塞尔下台后 江臣才高高地举起FMVP奖杯 全场都响起了MVP的声音 球迷们兴奋极了 哪怕他们不支持江臣 但是在面对这样一位伟大的球员 也必须给予足够的尊敬 便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 突然在江臣的脑海中响起 恭喜宿主完成八连冠的尾页 解锁系统新技能 并且获得两次抽奖机会 请问是否抽奖 听到这个声音 江臣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这个沉浸了好几年的狗系统 终于再次出现了 可让老子好等 抽奖 江臣没有任何犹豫说到 他可有太长时间 没有获得新技能了 叮咚 开始抽奖 叮咚 第一次抽奖 抽到2000技能碎片 第二次抽奖 抽到了绿尖真太郎 全场范围投射技能 请问是否学习 系统声音响起 学习 江臣露出狂喜之色 绿尖的全场三分技能啊 这可真是太诱人了 有了这个技能 自己在三分线外的火力输出 将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叮咚 恭喜宿主学会 绿尖真太郎 全场范围投射技能 系统说到 江臣咧嘴一笑 下个赛季 有看透了 七连FMVP了 江臣正式超越了乔丹 成为NBA历史上 获得FMVP奖杯最多的球员 今年对于江臣来说 真是一个极大的丰收年啊 在MVP这样重量级的荣誉上 已经开始全面超越乔丹 如今常规赛MVP 全明星赛MVP FMVP 都已经是历史之罪了 巴克利感慨说道 他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NBA竟然会出现这样一位 能够超越乔丹的球员 还是个华夏人 就真的很不可思议 本以为迈克尔 乔丹已经是篮球 这项运动的天花板了 没想到在其退役后 不到十年的时间 江臣就横空出世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对乔丹完成了全面的超越 而这 只是江臣职业生涯的 第八个赛季 乔丹在职业生涯 第八个赛季的时候 才刚刚突破坏孩子军团的封锁 闯进总决赛 拿到自己职业生涯 第一座总冠军奖杯 鲍尼尔缓缓说道 两人相顾无言 都是看到彼此眼中巨大的震撼 华夏姐说席 王猛 杨逸 张卫平老爷子三人 互相对视 哎呀 又到了吹江时刻 这该怎么吹 哪怕华夏与博大精深 我现在都想不到什么词语 来形容江臣的伟大 王猛笑着说道 脸上满是骄傲 如果现在罗列一下江臣在 NBA职业生涯的荣誉和记录的话 恐怕一天都罗列不完 这真正是荣誉满身啊 就这一个总决赛系列赛 江臣就创造了大大小小近百条记录 除了单场76分三双 单节41分等等神奇记录 还有什么总得分记录 助攻 抢断等等 全都在突破 哪怕只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八个赛季 江臣就已经成为了行走的记录收割机 一般来说 一位伟大的球员 只有到了职业生涯后期 在长达十几年的积累之后 才会频繁的破记录 但现在江臣仅仅八个赛季 就已经是NBA的记录之王了 天知道 当他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 会取得多少荣誉和记录 还是那句话 前无古人 也很难后有来者 我是不会相信 NBA还有机会再出现一位 像江臣这种级别的球星了 杨毅连声说道 越说越激动 最后激动的都快要哭了 嘿 关键是 这么伟大的巨星 是咱华夏人 这就让我很骄傲啊 他作为华夏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已经超过了大部分华夏明星 甚至在世界上 成为最出名的华夏人 张卫平老爷子说道 语气中满是欣慰 让我们再次恭喜 胡人队拿到八连冠的伟大成就 本赛季就算是正式结束了 让我们下个赛季再来相会 当然 NBA的休赛期也会非常精彩 让我们拭目以待 王猛做出总结性表述 结束了本场比赛的解说 关于休赛期的内容 能聊得可太多了 用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所以 TX体育专门开了一个节目 就是针对NBA休赛期的 这也使得TX体育 始终能得到球迷们的关注 按照传统 胡人队球员们回到更衣室后 又展开了一轮新的庆祝 江兵 雪茄等东西早已经准备好 庆祝了很长时间后 球员们才离开更衣室 只剩下工作人员打扫战场 三天后 胡人队在洛杉矶 举行了盛大的夺冠游行 连续八年的夺冠游行 球迷们并没有感到厌倦 反而更加的疯狂 有数百万人参加了本次游行 盛况空前 而胡人队八连冠的新闻 也引发了全世界的热议 连续几天的时间 在全世界的热度都高居不下 这让即将到来的选秀大会 都少了很多的关注 在没什么关注的情况下 选秀大会还是如期举行 本届选秀大会 也是云集了很多天才 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唐思 没有任何悬念 手握状元签的森林狼队 选择了唐思 作为中锋 唐思在各个篮球天赋都是顶级的存在 更有媒体称其 未来有望成为联盟的门面之一 第988章 选秀大会开启 纽约魔咒 状元签之后 手握榜眼签的金州勇士队 权衡之下 选择了德安吉洛 拉塞尔这位控球后卫 拉塞尔在大学就展现出了 异于常人的传球天赋 尤其是其长传能力 可以为队友制造非常好的快攻机会 除此之外 拉塞尔还具备非常出色的三分球投射能力 整个大学职业生涯的三分投射命中率 都保持在40%以上 球员缺点是身体天赋一般 防守能力差 与拉塞尔的优点比起来 这似乎已经不重要 毕竟像库里这样 在选秀时被看作因为身体素质 而无法在NBA生存下去的球员 都成为了超级巨星 所以拉塞尔也有着无限可能 毕竟现在已经不是十年前的NBA了 如今是三分球的时代 接着 76人对用探花签 选中了奥卡弗这位天赋十足的内线球员 对于奥卡弗 球探报告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并且称他是本届新秀最强的极战力球员 意思是 其他球员可能还需要适应NBA 还需要成长 但是奥卡弗登陆NBA后 就能当核心球员来使用 他的技术和篮球心智 都已经达到了职业要求的标准 面对这样的诱惑 哪怕76人已经连续用高位新秀 囤积了诺埃尔 恩比德等潜力内线 但还是用探花再选中了奥卡弗 如此一来 76人队的内线已经变得相当拥挤 人才储备非常丰富 接下来是备受瞩目的尼克斯队的选择 众所周知 最近几年的尼克斯队 可谓非常的不敬如意 作为全米市值最高的球队 主场设在纽约 其关注度也是联盟数一数二 击若多年的尼克斯队 近几年通过一系列的交易操作 先后签下小丝 交易来安东尼两位超级巨星 直接完成重建 冲进了东部豪强的行列 但是令人郁闷的是 两位超级巨星一直受到伤病的困扰 并且没有什么化学反应 尤其是斯塔德迈尔 以顶星加盟尼克斯队后 就第一个赛季打出了巨星级的表现 之后的表现越来越差 最终沦落到无球可打 被尼克斯队踩掉 而上个赛季 安东尼独目难知 球队战绩也是一泻千里 安东尼只打了40场比赛 便受伤缺席了赛季剩余的比赛 最终 尼克斯队只取得了17胜65负的 东部倒数第一的战绩 所以他们才在选秀大会上 抽到了第四顺位 而现在执掌尼克斯队的菲尔 杰克逊 虽然是运营总裁 但菲尔还是想要将自己的 三角进攻战术 移植到尼克斯队 但并没有成功 尤其是安东尼完全不会打这个战术 两人不合 已经不是什么焦点新闻 就在选秀大会开始前 还有媒体报道称 菲尔准备选择一位大个子球员 新赛季继续推行自己的三角进攻战术 但是遭到了安东尼的强烈反对 在这样的矛盾背景下 尼克斯队最终会选择谁 就变得非常有看点了 最终 尼克斯队选择了来自欧洲的波尔金吉斯 这位大个子拥有2 21米的身高 并且移动非常灵活 且还具备三分球投射能力 可以说是小球时代的完美武器 结果公布后 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 选择波尔金吉斯 便意味着菲尔在这场博弈中获得了胜利 安东尼落败下来 下尼克斯新赛季的更衣室 将会有怎样的内乱 就更值得人期待了 事实上 菲尔的眼光是没错的 波尔金吉斯确实展现出了巨星般的实力 在职业生涯第三个赛季 就入选了全明星 场均打出20加10的出色数据 但是其受伤体制一直困扰着球队 最终尼克斯队选择放弃波尔金吉斯 将其交易到了独星侠队 而在此之前的一个赛季 尼克斯队就将对内唯一的超级巨星 交易到了雷霆队 同时菲尔也因为对球队战绩不佳 被尼克斯管理层辞退 至此 混乱了几年的尼克斯队 彻底进入到重建期 纽约魔咒依然在持续进行 没有超级巨星能带领尼克斯队重返巅峰 纽约尼克斯队已经毁掉了太多超级明星 堪称巨星坟场 接下来的几个顺位的选秀 没什么太大的看点 值得一提的是 来自CBA的球员穆迪埃 收获了很多华夏球迷的关注 被绝巨队以第七顺位选中 之后 特纳 德文 布克 佩恩 罗奇尔 小拉里 南斯等等 在未来球迷们耳熟能详的球员被选中 虽然这届被认为是选秀大年 但是事实证明 本届的球员整体成色不足 能够成为巨星的也只有唐斯 布克两位 在一次媒体重排选秀的新闻中 布克直接被排到了状元 而布克未来十年职业生涯最好的荣誉 也只是全明星 胡人队因为连续夺冠的原因 并没有什么高顺位的选秀权 只有两个二轮选秀权 他们上的赛季 通过伦纳德交易到凯尔特人队 获得的选秀权是2016和2017年的 所以对于胡人队真正令人期待的是 休赛期的操作 这一天并没有等太久 距离选秀大会 仅仅过去一周之后 NBA自由球员市场便开启 其中备受瞩目的自由球员有 詹姆斯 蒂姆 邓肯 勒福 奥尔德里奇等等 但像邓肯 詹姆斯 勒福这些基本确定不会离队 哪怕詹姆斯与骑士队 一直签一加一的合同 但在没有给球队带来一座总冠军之前 他是不会离开的 除非忍不住 果然 自由球员市场开启当天 骑士队就宣布 顶星续约勒福和詹姆斯两位超级巨星 新赛季将继续保持三巨头的阵容 其中 勒福的合同是五年一 一亿美刀 这意味着明年夏天 詹姆斯依然有权利跳出合同 成为自由球员 紧接着 马次队宣布续约邓肯 由此 邓肯将继续为马次队效力 而可以肯定的是他余下的职业生涯 都将在马次队度过 又是一人一成的佳话 第989章 大瓜 字母哥要求被交易 胡人队操作 在这些球星完成续约后 自由球员市场上的大鱼就基本没有了 唯一有关注的便是奥尔德里奇了 只有他的选择 还会引发联盟格局的变动 美国时间7月10日 沃神爆料 马次队将以四年八千万美刀的合同 签下自由球员阿尔德里奇 此新闻一出 瞬间引发全米热议 随后 马次队官方便证实了这一消息 并且官宣了这件事情 这样 马次队就组成了邓肯 阿尔德里奇 帕克 吉诺比利的四巨头阵容 虽然GDP已经垂垂老矣 但是依然能具备很高的竞技水平 再加上一堆实力强悍的角色球员 马次队下个赛季的战力令人期待 这笔签约后 自由球员市场陷入到了平静中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这个夏天就会这样过去的时候 球迷们的目光 都已经转移到夏季联赛的时候 突然平地起惊雷 沃神爆料了一个惊天大瓜 胡人队首发大前锋字母哥 正式通知胡人队管理层 要求交易自己 他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 认为自己在胡人队 没有得到公平的上场时间 这限制了他的发挥 他认为自己可以为球队做更多的事情 而不只是扮演篮领球员的角色 此新闻被报道后 不到半天的时间 就上了推特热搜第一 引发了全米 甚至是全世界的热议 很多篮球专家 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字母哥 认为在今年季后赛中 胡人队主教练菲尔 杰克逊并没有给字母哥足够的尊重 尤其是在总决赛上 竟然有几场比赛 弃用字母哥 这对于一位冉冉升起的星星来说 必然是难以接受的 况且 字母哥年纪轻轻 就已经拿到两座总冠军奖杯 可以说 职业生涯开局就巅峰 在失去了冠军的吸引力后 那自然是以打出身价挣钱为目标 而下个赛季 将是字母哥职业生涯第三个赛季 对于他个人来说 将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赛季 因为他下个赛季的表现 将直接关系 到下一份合同的续约金额 他职业生涯首个赛季 就打出了场均10加6加2的数据 第二个赛季 稳坐球队首发后 打出了场均15加7加3加1 封盖的数据 这数据跟伦纳德在胡人队时差不多 但是两人在球队的战术地位 和在比赛中的影响力 却截然不同 即便如此 字母哥还是引发了联盟的哄抢 毕竟伦纳德在离开胡人队后 直接当赛季就晋升为联盟的巨星 率领凯尔特人队闯进了季后赛 还打进了东部决赛 并且伦纳德还在持续进化中 未来更是有可能成为联盟前五级别的球星 当时完成这笔交易的时候 联盟其他球队就非常眼红凯尔特人队 后面看到伦纳德整个赛季经验的表现 更是极度不已 只能说胡人队出品必数精品 完全是制造超级巨星的工厂 真的是太香了 现在字母哥要求自己被交易 哪怕攻防两端 目前来看与伦纳德相比都还差一点 但是气天赋更高 上限也更高 只要好好打磨 未来也必定是联盟的超级巨星 在他发布消息第一时间 联盟就有五六支球队的管理层 找到胡人队总经理库普切克 对字母哥进行了报价对此 胡人队并没有着急做出交易选择 依然在衡量之中 一直拖到了八月份 都没有任何动静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胡人队可能不会这么轻易 放走字母哥的时候 其官方突然宣布 与活塞队完成了交易 胡人队送出字母哥和米德尔顿两位球员 从活塞得到肯塔维奥斯 卡德维尔 波普 马库斯 莫里斯 并且得到一个2016年 2017年两个首轮选秀权 活塞队则是得到字母哥和米德尔顿两位球星 一比二换四的交易就此诞生 活塞队就此组成了安德烈 德拉蒙德 字母哥的内线双人组 虽然两人还很年轻 但潜力无限 同时还有雷吉 杰克逊 米德尔顿等汉将 虽然米德尔顿在胡人队没什么存在感 但是在有限的垃圾时间上场时间里 他也展现了自己的打球特点 新赛季的表现非常令人期待 只能说 但凡是胡人队出来的球员都值得期待 胡人这边交易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囤积选秀权 算上伦纳德纳比交易 胡人队在未来三年内 已经囤积了六个首轮选秀权 再加上自己手中的二轮选秀权 胡人队未来三年至少有九个选秀权 对于一直一直在连贯的超级强队 这就非常恐怖了 而且其中有两个 还是受保护的前五顺位的选秀权 除此了选秀权 本次交易胡人队 也换来了两位实力强劲的角色球员 波普如今还在新秀合同期内 职业生涯第二个赛季 就打出了12加3加1的数据 并且具备不错的三分投射能力 而且最令人欣喜的是 他还有着出色的防守能力 是目前联盟非常稀缺的三D球员 而马库斯 莫里斯上个赛季是太阳队的球员 场均可以得到十 四分三 八篮板 休赛期被交易到活赛队 还没打一场比赛 就又被交易到了胡人队 他是一位三 四号位的摇摆人 可以替代字母哥的位置 有马库斯 莫里斯在 胡人队就可以更多的将 德雷蒙德 格林推到中锋的位置上 综合分析 两位实力汉将的加盟 对于胡人队来说 是非常强有力的补充 不然交易走字母哥之后 胡人队的实力再次下跌 如果还只是交易来选秀权的话 那不管是首发实力 还是阵容轮换 都会出现极大的下滑 完成这笔交易后 胡人队并没有停止千人的脚步 不过并不是为了补强 而是凑阵容了 随着马里昂和小四俄的退役 球队又空出来名额 这让那些老将趋之若鹜 所有人都知道 加盟胡人队 便意味着总冠军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胡人队已经先后签下艾弗森 那时 基德 麦迪等等球星 帮助他们圆了冠军梦 不然这些曾经在联盟辉煌一时的超级球星 整个职业生涯都可能无关 现在空出两个名额后 很多老将都是主动找到胡人队管理层 想要以底星签约胡人队 那这一次 胡人会选择牵谁呢 第990章 库里赛季报销 胡人队衰落 夺冠空荡期来了 答案很快被沃神爆料 就在胡人队完成字母歌交易两天之后 沃神便爆料称 胡人已经和老将加内特达成了一份 一年一百万美刀的底星合同 消息一出 全米热议 万万没想到 当年胡人队的劲敌卡尔特人队三巨头中的加内特 为了总冠军会选择加盟胡人队 其实也可以理解 加内特漂泊半生 都在为总冠军而努力 他实在太渴望拥有一枚总冠军戒指了 而且 当年加内特要求森林郎交易自己的时候 首选目标就是加盟胡人队联手科比 但他要先知道科比的态度 于是给科比打电话 但非常遗憾的是 科比没有接到电话 这就导致两人错过了这次谈话 加内特最终没能等到科比 被森林郎队交易到了卡尔特人队 两位以高中生身份登陆NBA的超级巨星 就这样错过了联手的机会 如今 时过境迁 两人终于联手 只不过 他们在球队中已经没办法再扮演核心角色 哪怕是科比 现在也只是球队的第三出手选择了 但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这两位球星在一支球队打球 全世界的球迷们都还是非常的兴奋 完成这笔交易后 胡人队新赛季的阵容初见雏形 中锋位置 约基奇 50万美刀 柱 大概数值就不写左右了 加索尔 900万美刀 大前锋 德雷蒙德 格林 50万美刀 马库斯 莫里斯 500万美刀 加内特 100万 小前锋 江城 2500万 巴特勒 1300万 波普 300万 德分后卫 科比 2000万 克莱 汤普森 1500万 控球后卫 库里 1800万 再加上两位二轮星秀 胡人队15人大名单已经有13位 还差两个名额 而从阵容分布来看 球队现在紧急需要补充的是控球后卫 这意味着球队的补强还没有结束 但是现在球队新赛季新金已经累计一 一亿美刀是全联盟之最 主要是克莱 汤普森和巴特勒的新秀合同结束 新合同开始生效 同时交易了新秀合同期的字母哥 换来波普和马库斯 莫里斯两人 合计薪资超过800万 就这 胡人队还占着格林新秀合同的便宜 等到了下个赛季 格林也该续约了 不过下赛季 胡人队会释放很大的新金空间 首先 如果加索尔和科比两位老将不选择退役 那他们的薪资也会大幅度下降 这就会给胡人队很多操作空间 但就目前这个休赛期来说 胡人队想要补充一名实力强劲的控球后卫 难度就非常大了 如果不是 NBA工资贸和奢侈税的起征税一直在涨 胡人队一 一亿美刀的新金将缴纳非常恐怖的奢侈税 即便现在也得继续缴纳 大几千万美刀的奢侈税 可对于胡人队这支 已经拿到八连贯尾业的超级冠军球队 其球队估值翻了数倍 远超NBA其他球队 所以这个奢侈税也能够接受 最终 胡人队以一年120万美刀的底薪合同 签下了自由球员市场的莫 威廉姆斯 这位曾经的全明星球员 离开骑士队后就开始在各支球队流量 如今竞技能力下滑严重 已经没有球队愿意要 但对于胡人队来说 还是个不错的补充 毕竟后卫线上有库里这位超级巨星 只要能找个可以组织进攻的空位 每场比赛顶替库里十几分钟就可以 至此 胡人队休赛期补强工作结束 虽然整体实力因为交易字母哥又下降了 但是依然是新赛季最具备实力竞争总冠军的球队 主要还是核心阵容 江辰加库里加科比三大超级巨星的稳定 哪怕下个赛季已经是科比职业生涯的第二十个赛季了 但是很多篮球专家和媒体都预测 科比场均打出15加得分的数据 还是很容易的 然而 就在全世界球迷们都期盼着新赛季开始的时候 胡人队官方在8月下旬又发布了一则消息 称库里已经完成了脚踝手术 预计缺席6、8个月的时间 这则消息直接引爆了全米 缺席6、8个月 意味着库里将会缺席下个赛季的常规赛 那胡人队新赛季的整体实力 大打折扣 缺少字母哥和缺少库里 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库里可是实实在在的超级球星啊 各路媒体和篮球专家们迅速给出预测 认为胡人队已经失去了夺冠的机会 但他们依然是一支季后赛级别的强队 毕竟除了库里 球队中还有顶梁柱江城 还有巴特勒 汤普森等强悍的角色球员 也只是一支季后赛强队了 胜急必衰 这支已经统治联盟长达8年的NBA最强的球队 也开始逐渐走向没落了吗 很多篮球专家都表发了非常伤感 又略带悲观的看法 认为胡人队的衰落由此开始 核心球员之一的字母哥被要求交易 库里的赛季报销 已经连续几年爆炸的奢侈税等等问题 都已经开始凸显出胡人队现在的问题 不管是更衣式氛围 球员们态度 球员身体疲惫程度 管理层对奢侈税态度等等 一件件事的发生都开始削弱胡人的实力 一代王朝球队 或许在下个赛季就会轰然崩塌 而这是历史亘古不变的规律 没有哪支球队能够一直统治联盟 胡人队的八连冠已经够久够久了 在这之前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只有三次三连冠 而每次三连冠之后 王朝球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伴随着胡人队的下滑 骑士队一跃成为联盟夺冠最热球队 在两个多月前结束的总决赛上 骑士队就差点挑翻胡人队 如果不是江城连续两场比赛的逆天发挥 那最后的结果还真不好说 而联盟其他球队也都开始蠢蠢欲动 跃跃欲试 他们都很清楚 就像当年乔丹退役一样 夺冠的空荡期来了 而这个期限仅仅有一年 所以必须要抓住 第991章 新赛季胡人队依然拿冠军 我说的 为啥说夺冠的空荡期只有一年 因为一旦库里商与复出 再加上约基器这位潜力中锋的成长 以及胡人队未来几年手握的首轮选秀权 那胡人队依然是联盟最强大的球队 当然如果胡人队因为其他的问题 而导致阵容实力进一步下滑 那就另当别论了 在一片看衰的言论中 时间来到9月份 各支球队都开始组建训练营 备战新赛季 各大媒体也开始按照传统排现役球星排行榜 以及球队实力排行榜 在球星排行榜单上 江城牢牢地占据着第一的位置 紧随其后的是詹姆斯 可以说 最近几年联盟就是他们二人的天下 再往下是杜兰特 保罗等超级球星 之后是球队实力排行榜 排名第一的是克利夫兰骑士队 胡人队掉到了第二的位置 这也是最近八年第一次 排名第三的是休赛期 签下阿尔德里奇的圣东尼奥马次队 排名第四的是俄克拉和马雷廷队 前五里面只有骑士队一支东部球队 剩下的四支球队全都是西部球队 可见西部竞争之激烈 在榜单发布后 全网都陷入到热议中 很多球迷都认为胡人队有江城 依然是最大的夺冠热门 将胡人队排到第二位 是对江城最大的不尊敬 面对这样的言论 所有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到江城身上 毕竟自从库里手术宣布赛季报销后 江城还没有正面做出过回应 在这样的舆论和关注度下 江城也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则消息 只有短短的几个字 新赛季 胡人队依然会拿到总冠军 我说的 言论一出 再次引发轩然大波 很多胡人球迷都支持江城 也有很多球迷嘲讽江城在说大话 说江城是无奈才会说出这番话 因为他已经被架在这里了 说拿不到冠军 会让支持他的球迷失望 双方各执一词 吵得不可开交 虽然吵不出什么结果 但是热度也吵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是资本非常愿意看到的 这样的网络热度 使得NBA新赛季的关注度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创造了NBA历史 时间飞快流逝 进入到10月份后 NBA季前赛开打 各个球队摩拳擦掌 展现出了新的活力 胡人队这边早早宣布 江城 科比 加索尔三位老将 不会参加季前赛 这使得这支球队 在季前赛值取得了 三胜六负的战绩 整个季前赛 除了发挥依然稳定的克莱 汤普森和巴特勒之外 表现最好的 便是二年级秀约基奇 这让所有媒体 都大呼约基奇是下一个伦纳德 字母哥 新赛季一定会大放一彩 呵呵 上的赛季这个时候 那些媒体和篮球专家 可都不是这么说的 那时候对约基奇和胡人队的选择 都是充满了质疑和嘲讽 美国时间10月28日 NBA2015 2016赛季正式拉开大幕 当天揭幕战 官方一共安排了四场比赛 其中有森林郎队 VS胡人队 醍醐队 VS勇士队 骑士队 VS公牛队 活塞队 VS凯尔特人队 这个揭幕战的安排 就很有意思 每场比赛 都有不同的看点 森林郎队 VS胡人队 这场比赛 看点最大的是 状怨唐斯的首秀 而联盟给唐斯职业生涯 安排的第一个对手 就是江晨 看来对唐斯很是照顾 不知道江晨会给唐斯上 怎样的一刻 骑士队 VS公牛队 则是东部的老对手了 詹姆斯和德里克 罗斯的对决 永远充满了看点 剩下一场活塞队 VS凯尔特人队 就有意思了 可以说是 胡人队两位救将 伦纳德和字母哥 作为各自球队 核心球员的直接对话 字母哥在离开胡人队 能够打出什么样的竞技水平 也值得期待 视线回到洛杉矶 斯台普斯中心 赛前两个小时 球馆中已经是人山人海 座无虚席 球迷们兴奋不已 期盼了几个月 终于又可以看到 胡人队的比赛了 怎么能不叫人激动 虽然休赛期 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这并不妨碍球迷们 对胡人队的喜爱 而此时 两支球队还在接受 赛前采访 胡人队采访间 嘿 江 好久不见 新赛季来临 请问你对新赛季 有什么展望吗 有记者笑着问道 当然是总冠军 我们将争取拿到九连冠 从而超越凯尔特人的八连冠 独享历史第一 江城咧嘴说道 哦 没想到你是认真的 我还以为你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的那句话 只是开个玩笑 记者有些惊讶地说道 No 我当然是认真的 我可不喜欢开玩笑 江城面色严肃地说道 那你认为 胡人队本赛季 具备夺冠的实力吗 有记者问道 当然 我知道你们想说 字母哥被交易了 库里赛季也报销了 可别老了 胡人队实力大幅度下滑 但我想说 没关系 这一切都没关系 强者横强 只要有我在 胡人队就具备 争夺总冠军的实力 江城笑着说道 语气中透着强大的自信 记者们听了 纷纷暗自惊叹 NBA历史最强球星 就是如此自信 但是事实摆在那里 江城本赛季能将胡人队 带到怎样的高度 还需要观察科比 这是你职业生涯的 第二十个赛季了 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感受 有记者问道 哦 情绪很复杂 我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能够在这个联盟打二十年 而这二十年 眨眼就过来了 感恩上帝 让我们能在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上 干这么多年 科比感慨一般的说道 那你如何看待 最近网络上的言论 你认为 胡人队本赛季 有希望拿到冠军吗 现在你的总冠军戒指 你将成为NBA历史上 拿到总冠军数量最多的球员 历史第一 有记者问道 就像江当才说的 有他在 我丝毫不担心 我们依然是一支冠军球队 我会辅佐江城 全力冲击本赛季总冠军 科比认真的说道 语气非常伶俐 仿佛瞬间回到那些 大杀四方的岁月 记者们凛然 从刚才的几个问题可以看出来 最近网络上沸沸扬扬的争论 并没有影响到 胡人队全队的士气 第992章 揭幕战 唐斯有点狂 你如何看待字母哥的选择 有记者问道 这很正常 当年我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我们是一类人 我们都渴望胜利 并且都渴望作为球队老大 率领球队去拿到总冠军 科比咧嘴说道 也是忍不住想笑 或许在他眼中 字母哥现在的选择 满是他当年的模样 不同的是 胡人队当时选择了他科比 而字母哥是被交易 接着 记者们又是问了几个问题 便结束了本次的赛后采访 森林狼队采访间 唐斯 职业生涯首场比赛 就遇到了NBA历史上最强的球员 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感受 有记者问道 很激动 也很期待 能够和江城交手 是我的荣耀 他是我的榜样 我会在比赛中 尝试击败他 让我们看看 本场比赛会发生什么吧 唐斯兴奋地说道 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有一种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 旁边的另一位状元维京司 微微摇头 年轻人 还是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上个赛季 作为状元绣的维京司来到 NBA也是信心满满 但是他很快就遭到了现实的毒打 尤其是对阵胡人队的比赛中 被江城给虐的 那叫一个惨 现在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可不敢叫嚣了 本场比赛中 你将直接对位上个赛季的 二轮秀中锋约基奇 请问你有信心压制他吗 有记者问道 当然 他只是一个二轮秀 而我是状元 哪怕他比我早一年进入联盟 但仍然不是我的对手 现在不是 未来也不会是 我可从来没将约基奇 当作是对比的对象 唐思冷冷地说道 保持了状元的傲娇 眼睛里带着一丝比试 似乎在说 竟然拿自己这位状元 和一个二轮秀比 当真是愚蠢 记者们听了 不由地期待起来 唐思作为状元 自然是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被认为是 未来有希望成为联盟 最强中锋的球员 约基奇开始不被看好 但是新秀赛季 却表现惊艳 本赛季在胡人队 也是重点培养的对象 未来同样潜力无限 两人可能成为一生之敌 而本场比赛 将是两人职业生涯 第一次对决 这就变得很有意义 结束采访后 双方球员来到球场上 开始进行赛前热身 然后变到了 颁发总冠军戒指的环节 在森林郎队球员羡慕的目光下 胡人队球员 都是领取了 属于自己的总冠军戒指 科比在戴上自己的戒指后 更是霸气地 做出了十一的手势 示意自己 已经拥有十一枚总冠军戒指 成为真正的指环王 球队新成员波普 莫里斯等人的眼中 也是充满了羡慕 尤其是老将加内特 更是双眼放光 里面充满了无限的渴望 他实在是太想收获 一枚总冠军戒指了 颁发戒指仪式完成后 双方首发球员登场 胡人队首发阵容为 约基奇 德雷蒙德 格林 科比 克莱 汤普森 江陈 森林狼队的首发阵容为 唐斯 普林斯 维金斯 扎克 拉文 卢比奥 果不其然 胡人队首发的调整非常大 江陈再次被推到了空位的位置上 科比则打小前锋 格林取代字母哥 成为球队的首发大前锋 事实上 在上个赛季有很多场比赛 格林就已经是首发大前锋了 可来 汤普森则是出任首发得分后卫 现场解说迈克 布林语速极快地说道 语气很兴奋 对胡人队 这套全新的首发阵容 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意料之中 其实 替布西最有资格首发的 只有克莱和巴特勒 但是相对来说克莱 汤普森更适合胡人队的体系 因为他是顶级的3D 防守和三分投射都很强 巴特勒防守很好 但是三分投射相对差点 他更厉害的是持球的进攻 这一点又和江陈 科比相冲突 所以要错开他们的上场时间 如此看来 巴特勒将挑起胡人队 替布西领袖的重任 很有机会竞争 最佳第六人的荣誉 另外一位现场解说 史密斯分析道 还有星元波普和莫里斯 又能有怎样的发挥 也是极大的看点 如果两人实力发挥不出来的话 那胡人队今年的替补习深度 真的就太弱了 项默 威廉姆斯 加索尔这些老将 肯定是很难指望上了 麦克 布林又是说道 是啊 至于森林狼队的首发 没什么可说的 都是一些年轻球员 看看他们能拿出什么表现 史密斯说道 也是有些想笑 不知道联盟是怎么想的 揭幕战竟然安排森林狼 打胡人队 这不是蠢蠢的找虐马度 裁判一声哨响 唐斯和约基奇跳球 前者可能是紧张 慢了一拍 篮球被约基奇拍了出来 胡人队率先进攻 江城运球过半场 胡顶持球组织进攻 将篮球传到禁区 卡好位置的约基奇手中 并给了起一个鼓励的眼神 他很清楚 外界都想看着两个人对决 既然如此 那就给他们看 让他们看看 两人之间的差距 虽然现在 两人实力相当 但是未来的差距 可如同鸿沟一样 不可逾越 唐斯确实天赋一饼 但是约老师也不差 未来几年后 唐斯也只是全明星球员 甚至难称巨星 而约老师已经是MVP了 是超级巨星了 伙计 放马过来 快让我体验一下 NBA的残酷 唐斯卯足了劲 对着约基奇奇笑道 其料约老师压根不搭理他 也没有和他有太过激烈的对抗 而是利用脚步和技巧 轻轻顶了两下后 便转身小抛头 手感非常的柔和 篮球划过一道小小的弧线 刷 空心入网 唐斯有些不懈的撇撇嘴 跑到前场进去后 刚刚落位就伸手要球 传球大师卢比奥 精准无比地将篮球传了过去 唐斯双手持球 咧嘴露出一丝凶残的笑容 现在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力量 也让你感受一下 状怨中锋的实力 第993章 江城的控场能力 替补进攻混乱 唐斯使出吃奶的劲 去顶约基奇 想要让其感受下 状怨中锋的力量 然而 顶了两下发现 完全顶不动 唐斯面色微变 这就有些离谱啊 这个白胖子身上 就一堆肥肉 怎么会有如此 强大的核心力量 不科学啊 眼看顶不动 唐斯没办法 只能改变策略 秀了一波 自己全能的进攻技术 突然撤不跳投 完全是后卫球员的 进攻技术 动作很优美 结果很残酷 光荡 篮球弹框而出 约基奇抢到篮板球 随后运球向着前场跑去 在跑过唐斯身边的时候 还回头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 眼睛里带着好奇 似乎在想 为什么这个状元的力量这么小 江城一马当先 过了半场 约基奇手急眼快 宽阔的视野 看到了江城的身影 甩手将篮球传了过去 江城接到篮球后 顺势上篮命中 防守反击成功 森林郎队进攻 卢比奥胡顶组织进攻 没有将篮球传给唐斯 而是传到了侧翼的维金斯手中 就目前球队阵容中 维金斯才是这支球队的老大 面对着科比的防守 维金斯选择背身单打 连续地顶撞后 转身跳投 这个技术动作 再次展现出他那爆童的天赋 科比竭尽全力地起跳 但是完全干扰不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篮球飞过去 刷 稳稳命中 科比看着转身奔跑的维金斯 满眼都是自己年轻的模样 年轻真好啊 胡人队进攻 江城运球过半场后 便看到科比落到低位伸手要求 显然是 想要给出回应 哪怕已经是职业生涯的第二十个赛季 科比的自尊依然骄傲 又怎么允许维金斯在自己头上嚣张 接到篮球后 科比用同样的技术动作 转身后仰跳投 起跳的高度变低了 转身的速度变慢了 后仰的幅度变小了 出手的高度也变低了 爆发力也没了 但是技术动作依然美如画 且维金斯用尽天赋 如弹射起跳 也没能干扰到这次进球 刷 稳稳命中 森林郎队进攻 卢比奥运筹帷幄 突破到禁区后 将篮球抛向空中 唐斯跟过来高高跳起 完成一记双手爆扣 落地后 唐斯怒吼一声 嗅起了自己的肌肉 总算是给刚才被约基奇制裁 找回些面子 约基奇正眼没看 慢悠悠地向着前场跑去 唐斯挑挑眉 心中更加不爽 江城运球过半场 看到约基奇已经倒篮下很深的位置 便使用出黑子折野消失的传球技能 以其刁钻隐秘的角度传了过去 接到篮球后 约基奇没有多余的技术动作 直接抗住唐斯反向挑篮 稳稳命中 在这个纵深位置 只要能将篮球传过去 那得分的概率超过90% 漂亮的秒传 真好看啊 就好像魔术师一样 传球出神入化 江城改打空位之后 其传球天赋完全展现出来 恐怖 真的是太恐怖了 迈克 布林激动地说道 森林郎队进攻 卢比奥胡顶持球 江城直接放空气一米多的距离 众所周知 卢比奥是属于传统空位 擅长的是梳里球队的进攻 但个人进攻相对来说差了一点 尤其是三分球的投射 更是一塌糊涂 这也使得他在NBA非常吃亏 经常被针对 在这个时代的NBA 不具备进攻能力的空位 真的被嫌弃 卢比奥看到江城放的空间如此大 酝酿了一下 便向后撤步后 仰手标射出一记三分球 光荡 没有悬念 弹框而出 约基奇保护下后场篮板球 随后又向着前场甩去 江城接到篮球后没有粘球 直接基地传球 给已经跑到三分线里的汤普森 后者接到篮球后 顺势起三步上篮命中 胡人队再逐渐扩大领先优势 而在江城的组织下 胡人队打出了水银泻地一般的流畅进攻 非常赏心悦目 现场的球迷们看着也是直呼过瘾 而且如果有细心的球迷 去看数据统计表 就会发现胡人队首发五人的投篮次数都差不多 江城凭借着极其强大的控场能力 做到了雨露均粘 这是真的厉害 第一节结束 23点36分 胡人队获得13分的领先优势 江城单节四投三中 三分球两投一中 得到七分三篮板八助攻的数据 单节送出八次助攻 短暂的节间休息过去 第二节比赛开始 双方进入到轮换阶段 胡人队这边排出了加索尔 马库斯 莫里斯 巴特勒 波普 莫 威廉姆斯的纯替补阵容 而森林郎队则是安排了两位首发继续在场上 纯替补阵容 这多少有点瞧不起森林郎队了 迈克 布林笑着说道 菲尔这排兵布阵是真有意思 看来也是想要实验阵容啊 揭幕战第一场比赛 就不惜冒着被追分的情况实验阵容 也只有菲尔能干出来了 史密斯也是笑了 两人说笑间 巴特勒率领着胡人队继续得分 但上扬的势头很快消失 仅仅打了两分钟后 球队替补阵容的一些问题 就慢慢凸显出来 首先 加索尔在禁区的防守已经形容虚设 这让森林郎队可以肆无忌惮地冲击禁区 其次 波普和马库斯 莫里斯两位星员还在找状态 不管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表现都有些拉胯 莫 威廉姆斯组织能力一般 现在进攻也是非常差 防守同样是漏洞 所以 球队进攻如同便秘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套阵容的三分投射能力有限 当然 这里的有限是相对概念 如果波普和莫里斯能够正常发挥 三分还是很准的 只是与首发的三分投射能力相比 肯定是差不少 反观森林郎队的扎克 拉文稳定发挥 连续得分 率队打出一波10比4的进攻高潮 将分差缩小到7分 眼见球队进攻混乱不堪 菲尔果断在死球环节进行换人 将马库斯 莫里斯换了下去 换上了德雷蒙德 格林 如此 球队就多了一个组织进攻的发起人 第994章 暴虐小狼仔 胡人队新赛季进攻分布 格林登场后 很快就将球队的进攻梳理流畅 当他站在湖顶持球 组织进攻的时候 其他球员只要按照战术跑位 但凡有空位出现 那篮球一定能第一时间飞到手中 这就是格林的传球能力 在当今NBA中 格林的传球能力在大前锋这个位置上 也是顶级的存在了 局势逐渐稳定下来 打了几个回合之后 波普绕掩护跑到左侧底角的位置 接到格林的传球 仰手标射一击三分球 刷 清脆的入网声响起 波普命中了胡人队职业生涯的第一季进球 他非常兴奋 一边回防奔跑 一边高举着双手 做出庆祝动作 能够被交易到胡人队 他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这里到处都是聚光灯 虽然压力会成倍增长 但是曝光度也同样成倍增长 这让他出名的机会更大 也能获得更多的流量和关注 最重要的是 还有机会获得总冠军 而这一切 都是活塞队没办法给他的 只要在这里打出好的表现 哪怕最终没能留在胡人队 那去其他球队 也绝对能够拿到一份大合同 所以 要拼命地抓住 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啊 森林狼队进攻 扎克 拉文球风飘逸 在外线连续变向后 突然急停 彻步跳投三分刷 空心入网 进球后的拉文也是很兴奋 甚至是有些吃惊 因为他最擅长的进攻方式 是中距离的跳投 而不是三分球 但现在手感火热 怎么投都进 这就很爽 双方进入陷入到僵持阶段 胡人队始终没能再将分叉 拉开到两位数 第二截打了半截多的时间 双方都是开始逐渐换上主力阵容 江城回到场上后 先助攻科比上篮得手 又助攻约基奇 篮下抛投命中 后助攻汤普森投进一记三分球 一波7比2的攻势 胡人队将分叉拉开到11分 堵 森林郎队 脚暂停调整 漂亮的传球啊 看江城打球 真的是太舒服了 与刚刚相比 胡人队就好像换了一支球队一样 这就是NBA历史顶级传球手的能力啊 将每个队友的能力 都放射扩大了一倍 迈克 布林金生说道 是啊 有些球员 如果能够碰到一位伟大的传球大师 那他就能发挥出不属于他的实力 数据也是蹭蹭上涨 史密斯也是跟着说道 现在江城专注于组织传球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启个人进攻模式 迈克 布林有些好奇地说道 就现在来看 江城似乎在空位的位置上 有些发力过猛 还没找到传球和进攻的平衡点 史密斯说道 然而 就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后 暂停回来 江城就开启了个人进攻模式 在外线连续标进两记三分球 又冲到禁区急停 跳投命中 在两分钟不到的时间里连得八分 直接轰出一波八比二的进攻高潮 一举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十七分 火箭 怎么说 迈克 布林戏谑地看向自己的搭档 刚才的话 当我没说 作为NBA历史最伟大的球员 江城又怎么会不懂得 进攻和传球之间来回切换的节奏 我想 这个世界 没人比他对篮球比赛更有掌控力了 史密斯咋舌说道 场边的森林郎队主教练都看猛逼了 这个华夏球员 真是一点面子不给了 自己刚刚叫了暂停调整 他回来就疯狂进攻 搞得这个暂停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就很难受 然而这还没有完 接着 江城又是开启了助攻模式 接连助攻队友得分 有时候神来之笔一样的妙传 引得全场观众都兴奋欢呼 很快半场比赛结束 51比72 胡人队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1分 比赛已然失去了悬念 进入到下半场比赛 状元唐司小小的爆发了一下 在禁区连续单打跃击起得分 连投两个钟距离 之后又在外线投进一记三分球 展示出自己全能的伸手 岳老师不甘示弱 在外线标中三分球 给予回应 就在球迷们以为森林郎要气势的时候 江城打出了今日最佳进球 他突破到禁区 面对着唐司的补防 高高地跳起来 跟着骑肩膀 直接骑了上去 然后将篮球狠狠地砸进篮筐 骑扣状元 全场都爆发出山呼海啸的呼声 江城朝着一脸猛逼的唐司咧咧嘴 似乎在说 欢迎来到NBA 这忌其扣后 局势急转直下 随着江城又是连续投进两季三分球 轰出一波8比0 比赛也彻底失去了悬念 在距离第三节结束 还剩下四分钟的时候 森林郎队就换下了主力球员 放弃了这场比赛 比赛进入到垃圾时间 不过因为森林郎队主力球员也需要锻炼 所以第四节 唐司 维京司等球员又登场打了几分钟 胡人队则没有再派出主力迎战 嘟 哨声响起 全场比赛结束 111比135 胡人队以24分的巨大优势 赢下轻取森林郎队 赢得赛季开门红 此役 江城仅仅出战29分钟 20投13中 3分球11投7中 罚球4罚4中 高效地砍下37分9篮板 还送出了令人扎折的15次助攻 以及2抢断2封盖 正负值高达50加 他再次展现出了 强大到令人恐惧的比赛统治力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 这只是江城两截半达出的数据 如果打满全场 不知道会打出什么样 令人瞠目结舌的数据 除了江城之外 其他球员的表现就很平均了 约基奇13投8中 3分球2投1中 罚球2罚2中 得到19分10篮板5助攻 格林9投5中 3分球3投0中 得到10分7篮板6助攻1封盖 科比12投6中 3分球4投2中 罚球3罚3中 得到17分3篮板2助攻1抢断 汤普森15投8中 3分球9投4中 得到20分2篮板1助攻 首发5人 全部得分上双 替补席上 巴特勒表现抢眼 完成承担起了替补席领袖的角色 出战26分中 13投7中 3分球5投2中 揽下16分4篮板3助攻 剩下球员 无人得分上双 波普投进2个3分球 得到6分 马库斯 莫里斯5投0中 没有得分 加索尔老当一撞 也得到9分 从这场比赛 基本就可以看出球队新赛季的进攻分布情况 当然 这还不是胡人队最强大的火力 因为江城在进攻端 基本在摸鱼 完全没认真起来 第995章 唐斯的采访艺术 胡人队就将的表现 森林郎队这边 状元唐斯手袖不尽如意 全场16投只有6中 3分球4投1中 只得到13分9篮板的数据 看这数据 似乎有些辜负状元之命 但这并没有减少外界对他的期待 因为职业生涯 就让他面对史上最强球队和最强球员 确实有些难为他了 尤其是江城的那季棋扣 直接将唐斯身为状元的傲气给打没了 打比赛的斗志更是无影无踪 可以说 江城给唐斯上了印象深刻的一刻 甚至会伴随他整个职业生涯 维京斯当时看到那一幕 则是庆幸不已 看来上的赛季 自己第一次遇到江城的时候 对待自己可温柔多了 本场比赛 他打21投11中 3分球7投2中 罚球3罚3中 得到27分6篮板3助攻 表现重规重矩 扎克 拉文则是19投10中 3分球4投2中 罚球2罚2中 得到24分3篮板1助攻 毫无疑问 这三位年轻人就是孙琳琅的未来 来到赛后采访环节 胡人队采访间 江 恭喜你率队取得一场大胜 你的表现风格和上个赛季有了极大的不同 请问你是在主动调整吗 有记者问道 是的 我既然改达组织后卫 那自然是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传球上 我要让全世界看看 就算是没有库里 我们依然是一支进攻流畅的队伍 江城咧嘴说道 本场比赛在进攻上你似乎没有使出全力 有记者问道 把似乎去掉 我就是没有使出全力 不是我看不起森林狼队 是他们的实力真的很弱 还没有资格让我全力以赴 我就随便打打 他们都没有招架之力 江城耸耸间说道 语气中带着强大的自信 记者们连连点头 纷纷感慨 不愧是江城 言语之间是真的霸气 江 你如何看待状元唐斯的表现 你在比赛中棋扣他是故意的吗 你认为他和约基棋谁更优秀 有记者问道 天赋确实不错 但是缺乏领袖气质 未来也难成大棋 并不是故意的 只是恰好遇到了 我想要扣篮 他想要阻止我 然后我就棋扣了他 就这么简单 我认为约基棋是历史罕见的全能型中锋 而且棋篮球智商上的天赋 同样历史罕见 唐斯是没办法跟约基棋相比的 或许你们认为我这样说 是因为约基棋是我的队友 但我想说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江城淡淡地说道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语气变得坚定起来 开玩笑 两人在未来取得的成就 可是天差地别 记者们既是惊讶 又是好奇 为什么江城会如此看好约基棋 这个二轮秀 当时全世界都认为 约基棋可能无法适应NBA的强度 但江城却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约基棋 就如同当年的库里一样 也正是因为如当年的库里一样 所以才会没有人敢忽视江城的话 他的眼光实在是太独斗了 就像他说的 时间会证明一切 约基棋到底是一名什么水平的运动员 在未来两三个赛季内 就可以得到验证 又是问了几个问题 记者们结束了这次采访 森林狼队采访间 唐斯 你被棋扣是什么感觉 有记者问道 当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我完全没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于一名篮球运动员来说 这毫无疑问是耻辱的 但在篮球比赛中 这又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就像当年的状怨霍华德一样 我只能说 伟大的中锋 或许都会接受这样的系列 唐斯耸肩说道 有理有据 调理清晰 记者们听着一脸猛逼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这番话听了以后 他们都不觉得尴尬 反而觉得 唐斯说的很有道理 旁边的维京司 也是听得一愣一愣的 硬是憋着没笑出来 差点憋出内伤 自己这位新队友 还是有点东西的 唐斯 赛前采访中 你要给跃积齐上一课 请问你做到了吗 有记者问道 从数据上来说没有 但是从比赛实际效果来说 我做到了 他应该庆幸 这场比赛 提前进入了垃圾时间 不然我会给他更狠的教训 唐斯认真说道 记者 听着这番话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森林郎 让比赛进入了垃圾时间呢 又是问了几个问题 唐斯的答案 总是出乎意料 却又在情理之中 记者们心里给唐斯下了个定义 这小伙完全是采访鬼才 森林郎队 VS胡人队的比赛结束后 其他几场比赛 也都在前后一个小时内结束 骑士队大胜公牛队 詹姆斯滑水 轻轻松松砍下 28分9篮板10助攻的准三双数据 欧文则爆发 砍下34分4篮板5助攻 在赛前采访中 詹姆斯就已经明确地表示了 要让欧文做球队的第一得分手 他很清楚 本赛季想要让球队的实力寻求突破 除了补强角色球员之外 最重要还是挖掘自己身边 这两位巨星的实力 毕竟欧文才刚刚迈入巅峰期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凯尔特人队主场大胜活塞队 这场比赛唯一的看点就是 胡人就将字母哥VS伦纳德 结果令人大跌眼镜 字母哥表现极度拉胯 全场20投只有7中 罚球6罚2中 只得到16分10篮板3助攻一封盖的数据 反观伦纳德 稳稳当当 罚球3罚3中得到37分5篮板4助攻 两抢断一封盖的全能数据 统治攻防两端 令人意外的是 另外一位胡人旧将米德尔顿 打了20多分钟 非常高效的15投9中 3分6投3中得到21分 非常抢眼 赛后媒体也是调侃 这场比赛 胡人就将的对决是米德尔顿和伦纳德 而米德尔顿的表现也让很多球迷期待 这些从胡人队离开的旧将 在NBA联盟到底能掀起怎样的风暴 第996章 从助攻领域开始刷记录 小牛队的错乱感 剑木战击败森林郎队后 胡人队又轻松击败了国王队 绝境队两支飞机后赛球队收获三连胜 期间 江城凭借着场军38分123篮板15 三次助攻3 三抢断2 三次封盖的超级三双数据 荣获西部首周周最佳球员 这也是他DN次获得这个荣誉 已经拿到手软 并且早早地就成为NBA历史上 获得周最佳次数最多的球员 最佳就是在提高自己保持的记录 再加上其他三双 得分等持续不断刷新的记录 网络上早早地就流传着一句话 能打破江城创下记录的 只有江城自己 这一句话来形容现在的江城 真的是非常贴切 在职业生涯第九个赛季 他就成为了行走的记录收割机 而且是在不同领域的记录收割 在疯狂地刷新了一大堆得分记录后 本赛季江城转型到控球后卫的位置 开始专注于助攻队友 于是 他开始刷新助攻界的记录 开场三场比赛 场均送出15 三次助攻 刷新NBA历史前三场场均助攻数记录 同时刷新开季前三场比赛 总助攻数记录 面对这样疯狂刷记录的情况 媒体也是直呼 当其他球员在刷数据的时候 江城已经在刷记录了 这真的是降维打击啊 还有很多篮球专家直言 江城可能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数据 强势拿下助攻王的荣誉 当然在过往九年的时间里 江城已经不止一次拿到过助攻王了 但是场均的助攻数据却平平无奇 纵观整个NBA历史 也就是在正常水平范围内 而本赛季 江城有望像刷新场均得分记录那样 将单赛季助攻王的场均助攻数 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这是令人非常期待的 全世界球迷都热切地想要看 胡人队的每一场比赛 就是想看看 江城能够在助攻端 打出什么样的表现来 至于胡人队的战绩 球迷们是不担心的 毕竟江城是球队的基本盘 只要他发挥稳定 那球队的战绩就一定不会差 哪怕库里赛季报销和字母哥被交易 导致球队实力大减 但球迷们相信 胡人队也依然是夺冠的热门球队 真正考验胡人队的是季后赛 而非常规赛 当然常规赛很漫长 未来到底怎样谁也不知道 常规赛继续进行 胡人队开季三连胜后 将迎来一波五连克的魔鬼赛程 首个客场对手便是老朋友小牛队 这几个赛季的小牛队阵容一直在变化 但是实力却没什么太大的改变 一直徘徊在季后赛边缘 球队中的球员换了一茬又一茬 只有诺维斯基窥然不动 现在小牛队老板库班的目标也很明确 让球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 但是不会再花费巨大代价 去组建可以夺冠的阵容 因为诺维斯基已经进入到了职业生涯后期 没几年可打了 想要以诺维斯基为核心去争取冠军 已经不现实了 况且胡人队如此残暴的统治联盟 就算是库班真想要帮助诺维斯基夺冠 去打造一套冠军阵容 恐怕也是有心无力了 要怨就只能怨胡人队太强大了 而胡人队强大的根本原因 是有江城这个变态的球员 所以库班将矛头对准了江城 在多次采访中都对其开炮 称江城的出现毁了NBA 因为他压的其他球星无法出头 这会让这个时代的NBA球星 都没有努力去争取冠军的欲望 对于这样的说辞 也在网上引发了极大的轰动和议论 不得不说库班是懂得制造话题 吸引流量的 当然他的这番言论也彻底得罪了江城 导致在最近两三年的时间里 但凡是胡人队与小牛队的比赛 江城都是大爆发去狠狠的胖揍对手 这让媒体们调侃小牛队 老板的狂妄言论 最终是让员工付出了代价 基于这样的恩怨 每次胡人队和小牛队的比赛 都能引来极大的关注 本场比赛亦是如此 赛前一个小时 小牛队主场球馆中 就已经是人山人海 坐无虚席 其老板库班也是亲自到现场 坐在场边为球队加油 在两支球队热身的时候 现场的大屏幕 总是将镜头给到江城和库班 引来现场阵阵喧嚣 度 一声哨响 双方首发球员登场 胡人队首发阵容为 约基奇 格林 科比 克莱 汤普森 江城 小牛队的首发阵容为 帕楚里亚 德克 洛维斯基 钱德勒 帕森斯 马修斯 德龙 威廉姆斯 一套非常有特色的首发阵容 看似强大 实则也没那么强 洛维斯基 垂垂老矣 竞技状态 已经开始逐步下滑 德龙 威廉姆斯 曾经也是全明星球员 但是去篮网待了几年后 直接废掉了 现在沦为了普通的首发球员 实力大不如从前 帕森斯 则是二人秀 在火箭队打出了身价 然后索要顶星合同 火箭队没给 库班则是当了个冤大头 给了一份三年 四千五百万每刀的合同 当然 还有比库班更冤的 在这份合同到期后 库班不再给帕森斯 续约合同 后者和灰熊队 签下了一份四年 九千多万的顶星合同 随后 帕森斯因为伤病 无限气休战 躺着把钱挣了 整个灰熊职业生涯 帕森斯都没出战几场比赛 最后 灰熊队管理层实在受不了了 将其交易到老鹰队 帕处里亚就更不用多说了 打球手段肮脏 曾经被江城在比赛中 狠狠地教训过 现在打比赛依然很脏 但是在江城面前 可是乖乖的 再不敢放肆了 剩下最后一位马修斯 在开拓者对马修斯 因为跟剑撕裂的伤病 而赛季报销 众所周知 跟剑撕裂对于一位 篮球运动员来说 是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库班老板偏偏不信邪 用四年七千万每刀的合同 将马修斯签了下来 如今商与复出 马修斯前三场比赛 场均只得到八 三分两篮板一 三助攻的数据 能不能恢复到巅峰状态 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双方球员各自站位后 江城看着小牛队的首发五人 竟是有一种错乱感 这帮人能聚在一支球队打球 就神奇 第997章 震慑帕楚里亚 神鬼莫测地传球 约基奇和帕楚里亚跳球 前者将篮球拍了出来 胡人队率先进攻 江城运球过了半场后 与约基奇打挡差 借着掩护突破到禁区后 吸引到了三名球员的夹击 他直接击地传球 给到跟进的约基奇 小白胖子接球后 顺势抛投 动作非常的柔和 刷 稳稳命中 小牛队进攻 德龙 威廉姆斯运球过半场后 遭到了江城高强度的防守 差点就失误丢球 在江城下手抢断的瞬间 德龙将篮球甩到了旁边的诺维斯基手上 巅峰的德龙确实厉害 尤其是制裁克里斯 保罗 那真是一套一套的 但是现在的德龙 已经不具备什么威胁力了 尤其对位的 还是联盟最强防守人江城 那就只有被虐的份了 在面对江城的时候 德龙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诺维斯基接球 对上了格林的防守 两人身高上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诺维斯基瞄了一眼篮筐 运球横移一步 仿佛高射炮发射一样 投出一记远距离投篮 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 刷 空心入网 胡人队进攻 江城运球过半场后 轻而易举地突破德龙 然后冲到禁区传球给约基奇 后者顶着帕处里亚的防守 再次投篮 帕处里亚面色发狠 狠狠一巴掌 拍到了约基奇的胳膊上 堵 裁判哨响 探罚帕处里亚犯规 约基奇上罚球线 小白胖子面色有点阴沉 因为刚才帕处里亚的动作幅度可太大了 再用点镜 感觉都要把他的胳膊给拍断了 刷刷 稳稳两罚命中 小牛队进攻 德龙运球过半场后 急忙将篮球传了出去 诺维斯基低位接球 被打格林 这次 胡人队对诺维斯基进行了包夹 很明显小牛队的进攻强点就他一人 被包夹后 诺维斯基传球给底脚的马修斯手中 后者仰手投出一记三分球 光荡 弹框而出 帕处里亚和约基奇两人在禁区拼抢篮板 牵着一肘子就打在了约基奇的脖子上 导致约基奇直接趴在了地上 堵 这双手非常无辜的朝着裁判变解 当然被裁判给无视了 看得出来 帕处里亚就是在欺负约基奇这个二年急生 小胖子在地上缓和了片刻 起身就朝着帕处里亚走去 倪人也有三分火 约基奇发起飙了也是非常恐怖的 不过帕处里亚可不惧怕这个 民族血液中的生来就带着好斗的成分 可以说是天生的战斗者 三位裁判急忙跑了过来 球员们也都围拢过来 将两个人给拉开 火箭 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 否则我不介意给你点教训 江城面色阴沉地盯着帕处里亚 一字一句地说道 听了这话 刚刚还叫嚣得帕处里亚顿时老实下来 眼睛里还带着不甘 甚至有些怨不 他是惧怕江城 但是也是憎恨江城 让他的职业生涯 有了抹不开的被侮辱时刻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的丢人 为了防止职业生涯再出现这样的时刻 他也只能忍气吞声 约基奇看着江城一句话 就震慑住了帕处里亚 不禁更圆了眼睛 有震惊 也有崇拜 好好打比赛 如果怕出里亚 再敢对你有出格的动作 我来收拾他 所以现在稳定好你的情绪 江城淡淡地说道 约基奇认真点头 调整了自己的情绪 继续投入到比赛中 刚才的小插曲后 江城突然爆发 里突外投连续得到11分 率队打出一波11比3的进攻高潮 瞬间将比分拉开 很快第一节比赛结束 35比22 胡人队获得13分的领先优势 江城单节得到15分的同时 还送出了6次助攻 短暂的节间休息过后 第二节比赛开始 双方进入到轮换阶段 小牛队第一踢补大将是德文 哈里斯 说来也是神奇 哈里斯和德龙 威廉姆斯在过去几年 先后在不同的时间段 在篮网队当过球队的老大 并且都打出了非常辉煌的一段职业生涯 随后两人都是走向衰落 最后相聚在了小牛队 哈里斯登场后 连续个人进攻 一口气连得5分 帮助球队缩小了比分 但随后巴特勒就展现出了 不属于替补球员的强悍实力 先是突破到禁区 打成一记二加一 随后又是点名哈里斯 单打中距离跳投命中 同样连得5分 稳定住局势 之后双方陷入到僵持中 打了不到半截的时间 两边的主教练都是换回主力阵容 江城继续在攻防两端 展现着自己的统治力 在第二节后半段 他将自己的精力专注于助攻队友 在他的掌控下 队友们总能获得轻松得分的机会 直到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时候 江城才接管的球队的爆发 在外线连续标进两季三分球 又是打出一波6比0的高潮 半场比赛结束 69比47 胡人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2分 江城单节又送出了5次助攻 这让他半场助攻数来到11次 且还有21分进账 现场解说看到这个数据 也是摇头感慨 当江城打完上半场比赛之后 就知道 他这场比赛能不能拿三双 数据真的是太炸裂了 漫长的中场休息结束 下半场比赛开始 胡人队率先进攻 江城与约基奇打挡拆后 突破到罚球线附近 遭到了三人的围追堵截 于是手腕一抖 将篮球传到从左侧底角 空切到篮下的克莱 汤普森手中 后者接到篮球 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 轻松挑篮命中 小牛队进攻 诺天王站了出来 绕到外线接到德龙 威廉姆斯传球后 仰手投出一季三分球篮球 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 刷 空心入网 胡人队反击 又是江城的助攻 突破吸引包夹传球 到科比手中 后者中距离跳投命中 现场忍不住爆发出欢呼声 哪怕是在客场 他也有着巨大的粉丝量 而且看江城打球 真的是赏心悦目 他将球队的进攻 梳理得非常流畅 且富有层次 让人不得不感慨 他神鬼莫测的传球天赋 第998章 三位老将的对话 球迷们的担心 小牛队进攻 依然是诺天王 在外线顶着格林的防守 强投三分球 刷 再次命中 随后几个回合 小牛队竟是打出了一波 12比4的反击高潮 看得现场球迷们是热血沸腾 场边的酷斑 也是激动的红了脸 疯狂地挥舞着手臂庆祝 现场解说也感慨 小牛队是真的顽强 在兵强马撞的胡人队面前 小牛队这群老弱病残 还能和胡人队打得有来有回 是真的不容易 老兵不死 值得敬佩 或许是被这悲凉的情绪所感染 小牛队的球员们打得更加卖力 竟是一度将分差缩小到9分 但是两队的实力 终究是有极大的差距 随后江城率先打开进攻模式 随后又连续助攻队友 率队打出一波16比5的攻击波 再次将分差拉开到20分 球迷们又有些绝望了 哪怕是小牛队拼尽全力 但是想要逆转这场比赛 也是难上加难啊 进入到第四节比赛 小牛队还想要反扑 但是江城没再给对手机会 一人在三分钟不到的时间里 轰出一波石 二的进攻高潮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8分 见此情景 小牛队主教练 也是非常痛快地 换下了主力阵容 放弃了这场比赛 现场球迷情绪低落 内心的热血又被压制住 眼睁睁地看着比赛的时间 一秒一秒地流走 他们都很清楚 这就是现在这支小牛队的现状 斗志旺盛 但是身体却跟不上了 实力也有 但是面对顶级强队的时候 还是差点意思 毕竟是一帮老家伙了 又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呢 对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 138比102 胡人队狂轰138分 刷清了本赛季 单场得分最高分的记录 大胜小牛队36分 完全是一场屠杀 即便如此 现场球迷们 还是给予小牛队 热烈且真挚的欢呼 因为他们看到了 这帮老家伙身上的斗志 酷般面色阴沉地看着这一切 心里有股无名的怒火 却发泄不出来 能怎么办呢 球队发展到这地步了 想要改变现在的局面 非常的困难 要知道 打造一支冠军级别的球队 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做成的 当然像凯尔特人队和热火队 空降三巨头不算 毕竟这是小概率事件 最后 他看向江城 目光中情绪复杂 又是讨厌又是渴望 还带着些羡慕 如果也能得到一位 像江城这样的球员 该多好啊 可惜 可惜 这么厉害的球员 怎么就又是胡人队的 他抬头看向大屏幕 上面正显示着胡人队重将的比赛数据 35分13篮板 18助攻 两抢断 一封盖 这就是江城本场比赛的数据 又是大号的三双 而18个助攻 也一如既往的稳定 更令人震惊的是 江城本场比赛 只打了三截多一点的时间 如果打满四截的话 恐怕这个数据会更加的恐怖 球场上 双方球员在互相致议 科比 加内特 诺维斯基 三位联盟德高望重的老将聚在一起 说说笑笑 嘿 伙计本场比赛打得不错 19投11中 一共砍下28分 你这竞技状态还很不错呀 科比笑着说道 面对你 当然要拼尽全力 诺维斯基说道 表情很是认真 众所周知 两人是伟大的对手 但也拥有着伟大的友谊 而且 诺维斯基对科比 一直都非常的推崇 老伙计 我没想到 你会选择加盟胡人队 诺维斯基又说道 我只想拿个总冠军 职业生涯这么多年 我已经付出够多了 忠心于我而言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在临近退役的时候 能躺赢拿到一枚总冠军戒指 感受下夺冠的滋味 也是个不错的体验 加内特语气平和地说道 没有往日的犀利和争鸣 诺维斯基一愣 突然情绪万千 不由内心感慨 加内特是真的老了 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争容 他又看了看科比 亦是如此 那股争强好胜的劲依然在 但是 不管是比赛中的笑容 还是下场休息后的轻松 科比给人的感觉 就是释然了 不是和这个时代释然 而是和自己释然 摸了摸下巴上浓密的胡须 诺维斯基摇头苦笑 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将近二十年的职业生涯 一会儿过 那些争容时光 都随着岁月远去了 已经没几年职业生涯了 现在要做的是 享受篮球 显然 库班也在践行这一理念 等你再打两个赛季打不动了 可以来胡人队 说不定也能拿个冠军 加内特又说道 再说吧 我的心在这里 我这辈子 还没离开过小牛队 诺维斯基说道 内心也是犹豫不决 科比和加内特 没有再多说什么 毕竟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 三人又是寒暄几句 便各自走向球员通道 球迷们看着三人的背影 也都非常的不舍 他们都很清楚 想要看到这三人同台晋级 已经非常难了 当真是看一场少一场啊 赛后 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场比赛 哪怕本场比赛 有各种各样的关注点 但是球迷们在意的 依然是江城的数据 江城单节送出18个助攻 NBA官网的头条也是 江城新赛季连续四场比赛 送出15家助攻 创造了NBA历史记录休息一天后 胡人队继续客场之旅的北伐 他们的对手 是进入重建孱弱的篮网队 这就让很多球迷们担心 害怕篮网队崩得太快 如果比赛早早进入到垃圾时间 江城还怎么延续自己的 连续15家助攻的场次记录 事实上 球迷们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 比赛开始半截多的时间 胡人队就打出了22点11分的进攻高潮 获得了11分的领先优势 第一节比赛结束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6分 江城单节更是疯狂送出了10次助攻 又创造了记录 现此 球迷们胶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有这表现 那就算是下半场比赛 直接进入垃圾时间 江城的助攻记录也稳了 第999章30助攻 热火队的命 半点不由人 没有意外 第二节比赛开始后 江城休息了4分钟后再次登场 随后便连续送出2级助攻 让自己的助攻数来到12次 之后半截多的时间 他又送出了4次助攻 半场结束前便送出16次助攻 提前完成了球迷们期待的破纪录的任务 而此时 胡人队的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了23分 进入到下半场比赛后 江城连续助攻克莱 汤普森命中2级3分球 随后又助攻科比 命中1级中距离跳投 自己则是投进1级3分球 再次率队打出一波11比3的进攻高潮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31分 此时 篮网队全队的士气都已经崩得不能再崩了 球员们在场上如同梦游 没有一点斗志 这也引发了现场球迷们的不满 爆发出喧闹的嘘声 同时还为胡人队欢呼 彻底倒戈 勉强维持4-5分钟 篮网队主教练也看不下去了 无奈换下了所有主力球员 放弃了这场比赛 如此 胡人队也明镜收兵 江城也下场休息 最终的数据定格在 30分10篮板19助攻 两抢断25 仅仅差一次助攻 便能完成30加20加时的超级三双数据 不过对此球迷们并不觉得可惜遗憾 因为他们相信 以江城的能力来说 得到单场20次助攻一定会实现的 毕竟在过去的职业生涯 他也不止一次有过单场20加助攻的数据 果不其然 在五连克第三场对阵老鹰队的比赛中 江城用了三节多一点的时间 送出了22次助攻 同时还得到35分11篮板 完成了30加20加时的超级三双 再次引发全网热议 ESPN更是发布了一篇醒目的新闻 标题为 江城什么时候打出单场30加助攻的数据 要知道纵观整个NBA历史 单场拿到20加助攻的球员也有不少 但是单场拿到30加助攻的球员只有一人 那便是魔术队的斯凯尔斯 曾经在对阵绝晶队的比赛中 送出30次助攻如今 江城很有希望打破这个记录 虽然ESPN发出了这样的报道 但还是有很多篮球专家认为 哪怕是江城 想要打破这个记录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毕竟就本赛季的NBA 每支球队场均完成助攻次数也不过20多次 而让一位球员单场就送出30次助攻 这种神奇的发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这样的言论很快遭到了球迷们的口诛比伐 大家一致认为 这样的记录对于其他球员来说或许很困难 但是对于江城来说只有想与不想 这就是江城这么多年 神奇表现给球迷们建立起的底气 在网上因为这个话题热议的同时 胡人队北伐继续 与之前三个对手不同 接下来两场比赛将真正迎来挑战 对手都是季后赛级别的球队 分别是热火队和活塞队 尤其是和热火队的比赛 亦是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哪怕两支球队早已经今非昔比 但是看点依然很多 后詹姆斯时代 热火队总裁帕特 莱里雷利风行地做出选择 顶星续约波时 同时劝说维德匠星签约 用这部分心经空间 引员德拉继奇和卢尔 更让球队继续保持竞争力 虽然已经不是夺关热门球队 但实力仍然不容小觑 赛前两个小时 迈阿密美航中心球馆 已经是座无虚席 哪怕热火队统治东部的时代 已经结束 但球迷们的热爱并未减少半分 詹姆斯是离开了 但对魂维德还留在这里 这就足够了 伴随着现场MC激情的声音 双方球员从球员通道跑了出来 然后开始进行赛前热身 同时大屏幕则是播放两支球队 在过往四年总决赛中 交手的一些精彩画面 球迷们看着也是唏嘘不已 热火队组建三巨头 真的是无限接近于冠军啊 只是可惜遇到了更加强大的胡人队 哪怕竭尽全力 也只能拿到亚军 连续四年的亚军 对于球迷们来说 那是一段相当憋屈的岁月 而如今再回头看 有些球迷们已经释然了 毕竟不只是热火队 在这八年的时间里 没有一支球队 能够翻越胡人队这座大山 这不是热火队一支球队的命运 而是整个联盟的命运 胡人队非常强势地统治这个时代 但现在转机已经出现 本赛季胡人队虽然依然保持着不败的战绩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胡人队没有以前强大了 字母哥的出走 库里的赛季报销 让这支球队实力大减 至少看上去不再是不可击败 可悲哀的是 热火队已经没有机会去挑战胡人队了 因为随着詹姆斯的离开 他们也失去了夺冠的可能 当真是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堵 一声哨响 将球迷们的注意力拉回到球场上 双方首发球员已经登场 胡人队首发阵容为 约基奇 格林 科比 克莱 汤普森 江辰 热火队首发阵容为 怀特赛德 波什 卢尔 邓 韦德 德拉基奇 不得不说热火队的淘宝能力 是真的强怀特赛德只是一个二轮秀 在NBA一度无球可打 最后被迫流落到海外打球 但在上个赛季中期 热火队迁回了这位落选秀 并且大力培养 现在已经成为热火队首发中锋 并且还是联盟顶级的禁区防守者 怀特赛德也成为二轮秀 又一位逆袭的典范 而这场比赛 怀特赛德和约基奇 两个二轮秀的较量 也是引来不少关注 两人跳球 怀特赛德将篮球拍出来 热火队率先进攻 德拉基奇胡顶持球 与怀特赛德高位挡拆后 向着禁区突破 但刚到罚球线附近 就遭到了胡人队收缩防守 有三名球员都缩到禁区 不让其往篮下突破 无奈 德拉基奇只能将篮球传向外线 韦德接到篮球 看着克莱 汤普森扑过来 但仍然有极大的出手空间 于是仰手投出一记三分球 光荡 篮球弹框而出 格林保护下后场篮板 随后甩向江城 后者不急不慢地运球过半场后 同样进行挡拆战术 借着格林的掩护 向着禁区突破 吸引防守后没有强攻 主动将篮球 传到埋伏在左侧底角的克莱 汤普森 汤普森接球 没有任何调整 直接干拔三分球 篮球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 刷 空心入网 胡人队率先开张 PS 明天开始双更 感谢读者老爷们支持 这本小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 按争取写好 第1000章 胡人队防守策略 来历的不甘 热火队进攻 德拉基奇挡拆后想要往禁区突破 奈何里面占了三位胡人队球员 将路口挡得死死的 完全不给其机会 他只能再次传球 因为一旦在罚球线位置停球 就有可能遭到三人的包夹 从而失误 韦德接到篮球后 没有再投三分 而是运球背身撵着汤普森 往禁区靠去 到了禁区外围 突然翻身跳投中距离 刷 命中 虽然热火队进球了 但这是球星个人能力的体现 而不是球队战术执行的好 胡人队进攻 江城胡顶持球 没有叫挡拆 而是自己使用雷鸣运球 连续高速运球后 稳准狠的变相 甩开德拉基奇的防守 冲到禁区 吸引到了波什和怀特赛德 两人的协防 就在被包围的瞬间 江城将篮球击地 传到了篮下无人防守的约基奇 白胖子接球后 很是柔和地 将篮球放进了篮筐 热火队反击 韦德持球突破到禁区 遭到包夹后 传球到了外线的罗尔 瞪手中 后者仰手投三分球 光荡 弹框而出 格林抢到篮板球后 迅速运球 向着前场推进 想要打出防守反击 他基地长传到江城手中 后者击听在三分线外 顶着韦德的扑防 标射三分球 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刷 空心入网 胡人队进攻非常流畅 且保持着高效的命中率 反观热火队这边 进攻就如同便秘一样 断断续续 这跟胡人队的防守策略 有着很大的关系 热火队在詹姆斯时期 配备了很多射手 三分球整体投射都不错 因为詹姆斯和韦德的 突破攻框能力 能够吸引到大量的防守 从而让外线 有很多投三分的机会 但是在詹姆斯离开后 球队改变了舰队思路 并且因为 能吸引包夹的硬解攻坚球员 只剩下韦德一人 这就导致其他球队 在面对热火队的时候 可以从容对韦德 进行针对性的加击防守 如此一来 外线的防守就大大提升 再加上热火队 缺少稳定的三分投手 导致他们的三分球投射 非常拉胯 在NBA联盟是倒数的存在 不管是三分球出手次数 还是命中数量 亦或是投篮命中率 全都在联盟倒数 忽然队本场比赛的防守策略 就是收缩防守 不让韦德 德拉继琪有冲击篮框的机会 就逼着他们在外线投篮 而热火队手法中 只有波什和德拉继琪 具备一定的三分投射能力 但都不是精英级 韦德整个职业生涯 三分投的都不好 巅峰时期还能投进一些 但是到了这职业生涯后期 三分球命中率急速下滑 已经不足30% 本场比赛 热火队外线手感显然一般 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胡人队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收缩防守 不给热火队在禁区进攻的机会 不管是谁拿球冲到禁区 至少三人包夹伺候 热火队只能从外线投篮 但又没有手感 频繁打铁 在前半截的时间里 球队只通过韦德和波什 两位球星的个人能力 得到一些分数 其他球员得分统计都是零 度 热火队主教练斯波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起身叫了暂停 再这么打下去 一截就被打崩了 观众席的某个角落里 帕特 莱利也是面色铁青 眼睛里闪动着愤怒与无奈 在八年前 他曾经一度有机会牵下江城 为热火队建立一个王朝 但奈何最终没有成功 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江城 率领着胡人队 完成八连贯的尾业 最令他耿耿于怀 到现在都不能释怀的是 江城拒绝他的理由 西海岸的风最终吹不到南海岸 这就他们的离谱啊 后来他为了抗湖 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组建起震惊世界的三巨头阵容 却没想到 还是没能赢过胡人队 可以说 他这些年的操作 是成功的 也是失败的 斯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痛苦 如果当年能牵下江城 那自己的职业生涯将会多么成功 可惜啊 他起身离开 不再看这场比赛 哪怕心怀希望 但理智告诉他 这场比赛没有悬念 哪怕赛前媒体 对本场比赛预测时 认为热火队 有阻击胡人队连胜的可能 但其实 双方实力差距依然巨大 暂停回来 斯波没有对阵容进行调整 因为替补席上 能投三分的球员 也没有只能对战术进行调整 斯波看着登场的球员们 突然很怀念 三巨头时代的热火 那时候 三分球投的也是贼六啊 罗尔 瞪发界外球 德拉基奇胡顶持球 等待着波什与格林争强卡位 之前的进攻回合 波什都是拉开到底脚 试图给德拉基奇和韦德 拉开突破的空间 不然他和怀特赛德都在禁区 就太拥挤了 完全没有空间 但是效果不佳 所以斯波调整战术 不让波什徘徊在三分线外 而是落到低位 利用个人能力进行低位单打 以此来缓解进攻上的困境 波什接到篮球后 连续顶格林 接着突然撤立 转身跳投 刷 稳稳命中 作为一名禁区的大个子球员 波什拥有非常柔和细腻的手感 在NBA也属于精英级别了 三巨头时代 波什是球队的第三进攻发起者 更多的是扮演蓝领中锋的角色 战术地位没那么重要 但是詹姆斯离开后 他的战术地位高了 进攻机会也更多了 数据也是跟着水长船高 在三巨头最后一年合作中 波什场均只有16分 但是上个赛季 波什场均达到21分多 是球队的队内得分王 可以说 波什是目前这支热火队的绝对核心 胡人队进攻 可来 汤普森接到传球 外线标射三分不中 篮球高高的弹飞回来 韦德从罚球线附近窜出来 抢到这级篮板球 随后迅速运球过半场 闪电侠速度不减当年 一旦韦德快速冲起来 那速度是真的快 甩开两名防守球员冲到禁区 面对着江城的退防 使用出欧洲部上篮命中 老火箭 速度依然很快啊 科比笑着调侃道 当然 我还能跑 看我打爆你们 韦德撅着嘴说道 斗志盎然 他不会忘记 这些年被胡人队制裁的痛苦 所以 每次打胡人队 他都斗志激昂 进攻欲望强烈 就是响赢 第1001章 老巨星对标 江城切换进攻模式 记录截止 小子 别开玩笑了 整个职业生涯 你有打爆过我 哪次不说打爆你 科比咧嘴说道 急于回击 虽然现在他在比赛中非常放松 但是求胜的欲望 可没有减少半分 而且 在面对向韦德 诺维斯基这些老对手的时候 他的进攻欲望 也更外的强烈 反倒是在面对那些年轻球队的时候 他没什么感觉 也没什么进攻欲望 这或许和这些老对手交手 才能让科比感受到竞争的快乐 而这样的老对手 已经不多了 嘿 我们最多55开罢了 在一对一的队位中 你可没真正赢过我 现在你已经是个快退役的老将了 而我还有几年巅峰期 我会劝这个机会打爆你的 维德倔强的说道 很是不服 那就来试试 科比声音凌厉的说道 眼神也变得犀利起来 过了半场后 他就主动跑到湖顶要球 然后挡拆换人 点名单打维德 连续的胯下变相 科比利用节奏 突然变相从右路突破 然后只迈了一步 突然急停拉回 在三分线往里一步的位置 急停后仰跳球 维德横移防守稳住重心 连忙高高跳起扑了上来 但还是差了一点 空间和时机都差了一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篮球飞出去 刷 稳稳空心入网 科比落地 略带得意地看了眼维德 随后转身回防 热火队进攻 维德运球过半场后 同样用点名战术单打科比 连续变相从左侧突破 然后急停跳起来 在飘逸中将篮球投了出去 刷 空心入网 接下来几个回合 两人互相飙分 但科比到底是年纪大了 进攻状态没有办法长时间保持稳定 连续强打了几个回合 体力就开始下滑 投篮命中率也是急速下降 反倒是维德这边越打越兴奋 状态也越来越好 甚至投进了一记干拔的三分球 不过胡人队这边科比不行了 还有江城 在第一节最后两分钟 江城站出来接管比赛 连续标进两记三分球 稳稳压制住了热火队的反扑 第一节比赛结束 34比22 胡人队获得12分的领先优势 短暂的节间休息结束 第二节比赛开始 双方都进入到轮换阵容 热火队的三分球依然拉胯 但随着约基奇和格林下场休息 胡人队禁区劣势明显 热火队抓住机会 几个年轻球员不停地冲击内线 攻击篮筐造杀伤 这让热火队打出一波13比4的进攻高潮 将分差缩小到三分 现场的观众们全都沸腾了 疯狂呐喊为热火队加油 眼看着比赛气势被热火队全面压制 胡人队主教练菲尔也是不得已提前换上了江城 格林 约基奇这三位首发球员 登场后 江城先助攻约基奇禁区抛头命中 之后自己突破到禁区上篮造成2加1 当热火队收缩防守之后 他又在外线投进一记三分球 一波8比2的进攻高潮 再次将领先优势拉开 四波剑次也是赶忙在死球环节 江维德 博石 德拉继奇等首发球员换到场上 双方进入到拉锯站 热火队进攻逐渐恢复正常 博石和德拉继奇先后命中三分球 极大的缓解了球队进攻上的压力 不然 比分就又被拉开了 半场比赛结束 64比55 分差缩小到9分 进入到下半场比赛 热火队延续上半场的战术 利用博石这个点强打进区造杀伤 连续得分 胡人队则是想要利用自己三分球的优势 拉开分差 不断的投三分 奈何球员们状态突然下滑 三分框框打铁 眼看着队友都没有手感 江晨只能开启个人进攻模式 开始连续得分 热火队想尽办法限制江晨 又是轮换防守 又是包夹防守 但都防不住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江晨 将篮球一次又一次地扔进篮框 在这样的攻势下 热火队也有些抵抗不住 在第三节结束的时候 胡人队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1分 整个第三节 江晨13投9中 三分球7投5中 罚球2罚2中 狂砍25分 以一己之力率领胡人压制热火 维德坐在替补席上 神情茫然 眼神空洞 这个过程他实在是太熟悉了 过往几年总决赛的交手中 每次热火队要追上比分 或者快要赢得胜利的时候 都是江晨站出来 用无解的进攻压制热火队 本场比赛又是如此 真是该死啊 斯波看着巨大的分叉 心里也是无奈叹息 终究是输给了江晨了 如果这个华夏球员 在进攻端表现拉胯 那热火队本节比赛 是一定能逆转比分的 因为球队在攻防两端都做到了极致 就算是平时不着调的三分球 都超常发挥了 但就是因为有江晨 有这个进攻机器 就始终无法逆转比分 还被越拉越大 真是有些绝望 按照现在这个节奏 第四节想要逆转难如登天 但即便如此 也要再试试看 斯波想着 开始对球员们灌输鸡汤 江晨的疯狂进攻波 对他们的打击着实不小 哪怕已经习惯了 江晨这般逆天的发挥 但心态上 还是会无法控制的发生变化 第四节比赛很快开始 在斯波的鸡汤激励下 热火队的球员们依然充满斗志 可现实是残酷的 不管他们怎么努力去追分 就是无法缩小比分 分差始终维持在20分左右 江持了半截多的时间 眼看着大势已去 斯波也只能放弃比赛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129比107 胡人队以22分大胜对手 延续新赛季的不败记录 江晨出战40分钟 28投19中 3分球13投8中 罚球6罚6中 疯狂砍下52分9篮板 10次助攻3抢断3封盖 是胡人队赢下这场比赛的最大功臣 而他这场比赛的打球方式 也与本赛季之前几场比赛截然不同 完全是之前几个赛季的风格 就像是猛兽一般 在进攻端充满了压迫感 非常的凌厉凶猛 比赛方式的切换 也让江晨本赛季 连续15家助攻的场次记录 戛然而止 第1002章 顶级3D 活塞双星 来自胡人队 除了江晨 胡人队发挥最好的是克莱 汤普森 稳定的16投9中 3分球8投5中 罚球2罚2中 贡献了25分 两篮板三助攻1抢断 攻防两端表现俱佳 毫无疑问 本赛季的克莱 汤普森正在步入自己的巅峰期 在打上首发之后 目前场均可以得到21 5分3 3篮板2 4助攻1 5抢断的数据 已经成长为联盟的顶级3D 这让现场的解说也是不得不感慨 胡人队潜力的球星球员 就好像是雨后的春笋 一堆一堆的往外冒库里 伦纳德 字母哥 汤普森 巴特勒 约基奇等等 这些球员都可以组成另外一支争冠的球队了 科比则表现一般 除了和维德对标那段时间发挥出色 其他时间都非常拉胯 全场打了26分钟 14投5中 3分球5投1中 罚球3罚3中 只得到14分3篮板4助攻 还有3次失误 热火队这边 波什是球队发挥最好的球员 21投12中 3分球6投2中 罚球6罚5中 得到31分12篮板2助攻2封盖的数据 韦德次之 18投8中 3分球5投1中 罚球4罚4中 得到21分6篮板8助攻 剩下球员表现结实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 怀特赛德 本场比赛又抢到15个篮板球 统治了这个数据 球场上 当比赛的哨声响起后 科比主动去找到韦德拥抱之意 火箭 你还是没有打抱我 科比笑着说道 我的数据可比你好看 如果我们直接对位 我一定能压制你 韦德同样露出笑容 两人就像是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样 互相拍着对方的肩膀 充满了温情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这样在比赛中 互相较量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嘿 科比 我想和你交换下球衣 韦德又是说道 眼睛里充满了渴望 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眼前这个老头 在这个联盟 真的不会再待太长的时间了 所以 不仅要珍惜这对决的机会 还要抓紧好羊毛啊 文和老科要点东西就要点 将来肯定会有很大的收藏价值 并且也很有纪念意义 当然可以 科比说着 将自己的球衣给脱了下来 露出了白色的西汉T恤 韦德也脱下自己的球衣 然后两人互相交换 接着 韦德又跑到技术统计台 要来一支记号笔 让科比给签名 签名后 两人并肩而站 将球衣抵在胸前 看向镜头 现场的摄影师们 蜂拥而至 对着这个画面一顿狂拍 完成这一切后 两人才各自转身 返回球员通道 来到赛后采访环节 将 本场比赛虽然大胜 但是如果没有在进攻端的爆发 胡人队将会打得非常艰难 请问你认为热火队 给你造成威胁了吗 有记者问道 确实比之前几场比赛难打 但我认为并不能算威胁 虽然我是组织者 但我更是进攻者 当我组织不佳的时候 我自然会切换到进攻模式 去帮助球队赢下比赛 江城淡淡地说道 江 你在组织者和进攻者之间 进行切换的时候 状态不会受到影响吗 有记者好奇地问道 要知道一个球员 在比赛中的风格以及能力 是有着明确的定位的 哪怕是联盟的全能巨星 也不是说想做什么 就能做什么 都需要进行一个 自身状态的调整 当然不会 只要我想 我可以随时切换 并且保持极佳的状态 江城自信道 眼眸很是明亮 记者们纷纷惊叹 不愧是NBA历史上 最伟大的球员 当真是在各个方面 都能刷新他们 对篮球远动员心的认知 江 你本场比赛的 连续15家的 助攻场次记录终结了 请问你会感到遗憾吗 有记者问道 不会 对于我来说 这些记录不值一提 我已经不需要这些记录 来证明自己的了 江城说道 记者们也是纷纷点头 球迷们看中这些记录 是希望自己喜欢的球星 能创造越来越多的记录 这是他们的期待 但是对于江城来说 这些记录都已经不重要了 又问了几个问题后 记者们结束赛后采访 胡人队在迈阿密休整一晚上 第二天坐着飞机 前往底特律挑战活赛队 活赛队新核心字母哥 将直面老东家 能打出什么样的表现 也是受到了很多关注 至于米德尔顿 则再次被忽略 比赛开始之后 字母哥似乎想要急切地 在老东家面前证明自己 表现得非常积极 但是刚过一蛇 他的心态太着急了 发挥得反而不好 毛毛躁躁的 除了在篮下抢到篮板球 完成二次进攻 或者是篮下的强攻 剩下的进攻方式都不理想 命中率极低 反倒是米德尔顿 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毕竟他在胡人队 也从来没有受到过重视 甚至连上场的机会都很少 一直在坐冷板凳 所以 在老东家证明不证明自己 都没有意义 抱着这样的心态 米德尔顿表现得很稳健 在获得进攻的机会之后 都能把握住 转化为得分 半场比赛结束 70比50 胡人队稳稳领先20分 江城半场 交出了22分六篮板九助攻的数据 又奔着三双去了 字母哥则是14投4中 罚球5罚2中 只得到10分六篮板 与赛季平均水平相差甚远 进入到下半场比赛后 字母哥调整了心态 不再急躁 而是沉下心来 稳扎稳打 状态也逐渐变好 最后表现得愈发出色 双方僵持到第四节中段 活塞队才放弃比赛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132比115 胡人队以17分的优势赢下对手 结束五连课继续保持连胜 江辰交出了41分13篮板 16助攻 5抢断二封盖的大号三双数据 并且将自己的助攻数 又提高到了15加 就像那些篮球专家预测的那样 江辰这样的表现 在本赛季很可能成为常态 如果保持到赛季末 那他将成为NBA历史场 第一位单赛季场均助攻 超过15加的助攻王 第1003章 什么是流量大队 唐亚琴被骚扰活塞队这边 字母哥全场打了40分钟 24投12中 罚球8罚4中 得到28分15篮板三封盖 虽然比赛正负值还是负数 是首发中倒数第二 但还是打出了非常漂亮的数据 对于这样的表现 活塞队的管理层和球迷们 还是非常满意的 他们清楚 现在的字母哥 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但是已经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再给他两三年的时间 一定能够率领活塞队重返巅峰 另外一位胡人旧将米德尔顿 表现也很出色 16投8中 3分球6投3中 得到19分4篮板三助攻 目前米德尔顿在活塞队 坐稳了首发得分后卫的位置 并且也被当作重点球员来培养 看着这两位胡人 就将在球场上的表现 球迷们已经开始幻想 活塞队未来几年后 纵横联盟的场景了 比赛结束后 字母哥也是找胡人队的球员们 一一致一 虽然他不满意在球队扮演的戏份 但是非常感激在胡人队这两年的成长 让他达到了其他职业球员 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 不是每个球员都有机会打总决赛的 像艾弗森 麦迪这些超级巨星 如果不是来胡人队抱大腿 恐怕都是终生无贯 麦迪更可能是终生都品尝不到 打总决赛的滋味 何况他一个不被看好的新秀 可以说 在胡人队的职业生涯 加速了字母哥的成长 更是让他知道 自己职业生涯的目标在哪里 所以 在休赛期 他才会毅然决然地要求管理层交易 为的就是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能取得更大的个人成就 毕竟胡人队潜力球星太多了 想要出头 着实有些难 对于字母哥的选择 胡人队其他球员自然是尊重的 所以大家的关系都还不错 并不是跟球队闹掰 或者是跟球队某个球星闹掰后 而离队出走 赛后 媒体也是发布了一篇报道 标题 胡人就将未来统治联盟 引发全米热议 字母哥也再次感受到了胡人队的流量 真正是联盟第一流量大队啊 他在活塞队打了半个月的比赛了 哪怕有过单场30加15的超神表现 但都无法上NBA的头条新闻 更不会引发全米的关注 但是跟胡人队沾上边 那流量就好像爆炸了一样 哪怕自己表现一般 甚至拉胯 都能被顶上热搜 引发全米的讨论 当真是不可思议 心比天高的字母哥 看到那些被顶到全米热搜的新闻 心中暗下决心 未来有一定 一定要凭借自己的努力登上热搜 另一边 胡人队完成五连课 长达十多天的征战之后 终于是回到了洛杉矶 球员们享受着洛杉矶温暖的阳光 纷纷发出感慨 回家的感觉是真好啊 菲尔也是很应景的 给球员们放了一天假 江城离开机场后 直奔唐亚琴工作的地方 十多天未见 甚是想念啊 不管是心理 还是生理 都已经忍不住澎湃起来 都多长时间没开车了 快方计车灯和车屁股长什么样了 此时 唐亚琴正在参加一个拍摄活动 合作方是世界知名奢侈品牌继帆锡 就没有上前打扰 只是在角落里静静地看着 观看着唐亚琴展示自己身材之美 在聚光灯下绽放自己的魅力 江城突然有了一种别样的心动 不禁感慨 这个女人真是个妖精啊 这种魅力不仅仅来自 她拿倾国倾城的绝美容颜 而是她身体的每一处 都在释放这种魅力 不管是长相 还是身材 亦或是气质 全都深深吸引着江城 以及在场的男性 哪个男人不想欣赏这样的美女呢 哪怕仅仅是看几眼 都能让人心神荡漾 想入非非 当然这些人也只是想想罢了 因为他们都清楚 像唐亚琴这样完美的女人 不是他们能够染指的 就算是天上掉馅饼 也不可能 况且 在这里大部分人都知道 唐亚琴的男朋友 是新篮球之神江城的女朋友 那就更加要进而远之了 但凡是球迷 那可都知道江城的暴脾气 可这个世界几十亿人 总有不关注篮球的 也有不怕麻烦的人 就比如在唐亚琴拍摄正前面 站着一位身穿华丽西装的中年男士 西方人长相 浓眉大眼 眼窝深陷 有着一头金色的头发 脸上的落腮胡修剪得非常精致 具有着非常成熟的男人魅力 打眼一看 就知道 这男人的生活品质很高 且很有钱 当拍摄结束的时候 江城还没动弹 这个中年人就第一时间走了过去 还非常绅士地 递给唐亚琴一杯水 哦 美丽的女士 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东方女性 你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 每一组镜头 都可以用惊艳绝伦来形容 让我深陷其中 中年男子操着一口伦敦英语 微笑着说道 眼睛盯着唐亚琴的脸庞 里面充满了爱慕之意 谢谢你的赞美 切尔西 这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 唐亚琴微笑回应 保持着基本的礼貌和矜持 那美丽的女士 现在工作结束了 我可否邀请你共进晚餐 相信我们会度过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 我将在洛杉矶最豪华的餐厅设宴 这样才配得上你的美丽 切尔西又是说道 眼睛已经忍不住 开始在唐亚琴的身上游走 这样的游物 如果能够共度春宵 那该多么刺激 作为季范锡这样大品牌的总部高管之一 她经常会参加一些品牌下面的活动拍摄 自然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 去潜规则一些模特 毕竟这些模特能不能获得季范锡的代言 或者是能不能被季范锡捧出来 都是她这样的高管决定的 现在她将主意打在了唐亚琴身上 对于这样的女模特 她很有经验 也颇有心得 知道这些女人向往什么 哪怕唐亚琴是国际知名模特 但是在资本面前也依然不值一提 所以切尔西非常有信心拿下她 就像国际上很多漂亮的女影星 不管是身份还是知名度 可比唐亚琴这样的国际名模出名多了 但依然是有钱人的玩物 抱歉 切尔西先生 我有男朋友了 唐亚琴依然保持着微笑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男朋友是男朋友 男伴是男伴 不会影响我们今晚的浪漫 切尔西又说道 唐亚琴的面色当即就沉了下来 第1004章 就是这么横 小朋友都知道的事情 切尔西先生 我再强调一遍 我有男朋友了 我不会对有男朋友不忠的 唐亚琴一字一句地说道 声音已经冷了下来 笑容也消失不见 周围的人都是感觉到了唐亚琴身上 那强大的压迫感 不过切尔西却选择了无视 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似乎没想到 这个东方女子如此强硬且坚定 于是 我想 你是没弄清楚状况 我邀请 你是给你面子 如果你还想和纪范希这个品牌合作 就应该接受我的邀请 否则你跟纪范希的合作可能会终止 这样 你就失去了一个挣钱 且获得名望的机会 切尔西继续说道 沿用自己惯用的手段 一请二威胁三强迫 现在走到第二步了 你在威胁我 唐亚琴绝美的容颜上露出一丝冷笑 可以这么理解 我可是纪范希刚刚调到米国的总负责人 是从欧洲总部来的 权力比你想象中要大 既然能决定 你当这个品牌的代言 也能够决定换掉你 切尔西微笑着说道 脸上带着一种一切静在掌握的感觉 你要想换人 那就换人吧 老娘还不干了 顺便说一句 你可真是个混蛋 唐亚琴突然变了态度 声音都提高了不少 一点不给面子 对着切尔西就是一顿输出 然后转身就要离去 周围的工作人员也都纷纷看了过来 大概是猜到了什么事情 脸上全都是看戏的表情 切尔西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她再次预判错了 没想到这女子不仅是强硬 而且是刚烈 且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形象 怎么都想象不到 如此漂亮的美女 满嘴芬芳的喷人 切尔西恼羞成怒 转身一把抓住唐亚琴的胳膊 很声说道 既然已经签约了 话语权就在我手中 你信不信我用合同条款 让你在这个行业干不下去 唐亚琴微微一正 她没想到 这个切尔西如此不要脸 终结她的模特生涯 那就等于是要她的命 没有犹豫 她一巴掌就甩了上去 且是用尽力气打的 啪 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彻全场 所有吃瓜的群众都瞪圆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国际名模美如天仙的唐亚琴 能干出来的事 脾气未免也太火爆了吧 切尔西更是一脸猛逼 脸上火辣辣的 感觉面子和李子都丢尽了 fuck 让个娘们给打了 混蛋 你真是太不识好歹了 看来你真是不想 在模特这趟混下去了 切尔西收起了自己身世风度 变得面目猙獰 举起了自己的手掌 必迟 打女人就有些过分了吧 一道立合传来 众人寻声望去 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 正气势汹汹地抄这边走来 巨大的身躯 给人一种窒息般的压迫感 江城 你怎么才俩 我都快被这个老流氓欺负死了 唐亚琴突然从火爆变得乖巧 委屈巴巴地说道 让人心中生怜 众人又是一脸猛逼 这还是刚才那个怒骂切尔西的唐亚琴吗 学姐 你可别逗了 刚才我可都看见了 你那一巴掌打的 可是力道十足啊 女朋友这凶悍的性格 话不多说就是干啊 看到了还不来救我 还让我受这样的委屈 你个小混蛋 以后不给你下面吃了 唐亚琴眼泪婆娑地说道 当然这句话用的是滑下雨 江城一个猎切 差点摔倒 姑奶奶 什么时候 什么场合 你就直接开车 她走到唐亚琴身边 摸了摸她的脑袋 然后才看向切尔西 神色也变得阴冷起来 声音如万年寒冰 我给你一个机会 向我女朋友道歉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吃瓜群众 切尔西 Fuck 你他们是不是有病 我是被打的人 该道歉是这个婊子 切尔西说道 啪 没有多余的话 江城直接一巴掌 扇到了切尔西的 另一边的脸上 正好和唐亚琴的 巴掌印对称上了 不过江城的巴掌印 要更大一些 切尔西傻眼了 这两个华夏人 如此放肆吗 说打人就打人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计犯西品牌 欧洲总部 派到美国的总负责人 切尔西嘶吼道 身子摇摇晃晃 有些站不稳 嗯 只能说江城这一巴掌 威力可太大了 老子打的就是你 狗东西 敢欺负我女朋友 你真的是 活得不耐烦了 江城面色凶狠地说道 两米出头的身高 Nike运动一下 若隐若现的肌肉 哪怕是面对外国大汉 江城也是压迫感十足 上帝啊 你个华夏人 竟然敢在这里嚣张 我要让你在洛杉矶 混不下去 切尔西捂着肿胀的脸庞 愤怒地说道 听了这话 江城笑了 周围的很多工作人员 也是忍不住笑了 并且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着切尔西 混账 你们笑什么 我说的话很好笑吗 切尔西吼道 我为你的无知感到可怜 你是真不知道 在这座城市 谁说话更有分量 江城嘲笑道 连装逼的心情都没了 老总 您面前 这位叫江城 是NBA胡人队的王牌球星 说是洛杉矶的图腾也不为过 别说在洛杉矶 就是整个米国 他的影响力都无与伦比 一位工作人员 来到切尔西身边 巧声说道 切尔西愣在原地 他确实不看篮球 但是他却听过江城的大名 就像当年 很多人都不关注篮球 但是却知道 有个叫迈克尔 乔丹的人在打篮球 并且很厉害 江城的名声 别说在米国 就是在欧洲都如雷贯耳 看来 这次是真的碰到铁板了 嘿 兄弟 我不知道 唐雅琴女士是你的女朋友 这都是误会 切尔西沉声说道 强龙压不住地头蛇 面对洛杉矶的图腾江城 他也只能忍气吞声 你觉得这个理由 有人相信吗 你问问在场所有人 有谁不知道 唐雅琴是我的女朋友 江城霸气说道 切尔西一愣 看向周围的吃瓜群众 众人皆是点头 在洛杉矶这座城市 这是家喻户晓的事情 就连小朋友都知道 江城的正牌女友 是唐雅琴 切尔西再次猛逼 这这这 这他们太离谱了呀 第1005章 再划下你就被打死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切尔西恶狠狠地盯着 鸡饭西米国 分布给自己分配的秘书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也没问我呀 那秘书紧张得都快哭了 生怕这件事情 牵连到自己 你想怎么办 切尔西狠狠地 瞪为掩那秘书 回头跟江城说道 很简单 跟我女朋友道歉 要诚恳地 正式的鞠躬的道歉 江城淡淡地说道 搂着唐雅琴的肩膀 闻着其身上淡淡的清香 躁动的情绪 才逐渐平静下来 算了 江城 就这样吧 唐雅琴说道 不想把事情搞大 江城为他出头 他真的很感动 但同时 他也害怕这件事情 牵连到江城 给他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毕竟是公众人物 任何不好影响 都会被无限放大 从而影响他的声誉 不行 他必须向你道歉 你可是唐雅琴 不能受这种委屈 江城认真严肃地说道 牵起了唐雅琴的手 这一瞬间 唐雅琴感觉到无比的踏实 更是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这么多年了 终于这个男人 站在了自己的身边 给了他无与伦比的安全感 我道歉 切尔西内心愤怒无比 但最终选择了屈服 他既然能够成为 纪犯系高管之一 那必定是 经历了腥风血雨 才走到这一步 自然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 在洛杉矶 绝对不能和江城对着干 不够正式 我正式向唐雅琴小姐道歉 不够诚恳 我正式诚恳地 向唐雅琴小姐道歉 没有鞠躬 小子 你够了 不要欺人太甚 鞠躬不鞠躬 信不信 现在我就喊一堆记者 来让你身败名裂 你应该庆幸自己 是在米国 且不会公共场合 要是在大街上 你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口水淹没了 要是在华夏 你早就被打死了 我正式诚恳地 向唐雅琴小姐道歉 希望你能原谅 我刚才粗辱的行为 切尔西强忍着屈辱 鞠躬道歉 这还差不多 下次管好你的欲望 再有下一次 把你的屎给你打出来 江城嚣张地说道 随后转身离去 并且又丢下一句话 唐雅琴和季范希的合作继续 要是出一点问题 我还会来找你的 随着江城和唐雅琴离去 强大的压迫感顿时消失 切尔西是憋屈又难受 明明挨打的是自己啊 可是还要给唐雅琴道歉 而且自己也没有动粗啊 只是邀请唐雅琴约会而已 真是越想越不爽 这个华夏球员 这么嚣张的吗 自己要气炸了 向来如此嚣张 当年他不过圣诞节的言论 可是得罪了半个米国 还引发了米国和华夏的黑客大战 但最后 球迷们还是被他在 NBA赛场上给折服了 秘书切声说道 切尔西掏出手机 谷歌了下江城的名字 然后就看到了铺天盖地的新闻 他挑了几个重点看了下 又看了江城的谷歌介绍 不禁道歇一口凉气 看完这个介绍 他就只有一个感觉 就好像整个世界60亿人 全是江城的粉丝 这影响力 当真是夸张又恐怖啊 看来 我刚才的选择非常明确 如果扩大冲突 最后吃亏受损失的 会是我 切尔西自言自语道 突然觉得 刚才丢脸也不算什么了 秘书在他身边 小鸡啄米般地点头 还敢点头 都是因为你 要是你早告诉我 我何必去惹唐亚琴那个娘们 晚上来我酒店房间 我好好教训你一下 让你知道下轻重 切尔西怒声说道 随即转身离去 去找冰块 给自己肿成的猪脸消肿了 如果是陪睡的话 倒没什么 毕竟作为秘书 被领导前规则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只要能保住这个职位就行 秘书掏出手机 打开相机 用自拍的角度 欣赏了下自己的容颜 嗯 还是很骚气的 晚上一定好好表现 给老板来个全套 说不定还能常伴老板左右 走向人生巅峰 江辰和唐亚琴 离开拍摄现场 上了他刚提不久的新车 一辆劳斯莱斯 学弟 谢谢你替我解围了 唐亚琴深情款款的说道 客气啥 你可是我的女朋友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江辰顿了下 继续说道 如果你真的想感谢我 那晚上回去下面给我吃吧 我真的饿了 都多少天没吃到你下的面了 讨厌 哪壶不提开哪壶 我们现在去哪里 直接回家吃面 唐亚琴娇羞的称道 不 先去洛杉矶最大的珠宝店 江辰一边启动车子 一边说道 干什么 唐亚琴一脸茫然的问道 给你买赞件 江辰认真说道 在看到唐亚琴被骚扰的那一刻 江辰就生出了这个冲动 然后这个念头就在心里发芽 并且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 再也抑制不住了 未来发什么事情都说不准 但就在当下 他想要彻底拥有唐亚琴 不只是身体 还有身份 本来是想给唐亚琴一个惊喜的 但他已经等不及了 就此时此刻 就要把这件事情给办了 这么突然 这么直接的吗 唐亚琴微微一愣 脸色羞红的说道 就这么直接 这个戒指 就算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江辰笑着说道 他突然又改了主意 要给唐亚琴买不止一颗钻件 一颗当定情信物 一颗当求婚戒指 一颗当结婚戒指 就是有钱 就是任性 真是 一点惊喜都没有 唐亚琴嘟囔了一句 不再说话 看得出来他 还是非常开心的 很快来到洛杉矶最大的珠宝商店 刚刚走进商店 江辰就感到富丽堂皇的气息 扑面而来 江辰 哦 上帝 我竟然见到活人了 售货员小姐激动的欢呼 哪怕在这种高档的商店 有着严格的职业素养 哪怕在这个商店 她已经见识到了很多明星 她也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把你们这里最贵的钻件 给我拿来看看 第1006章 命定的感情 全世界都是心碎的声音 如果是其他人说出这句话 那售货小姐 可能会露出鄙夷的表情 并且对其一顿嘲讽 但认出是江辰之后 她没有任何的质疑 风风火火的 几乎是小跑的 去找珠宝商店的经理 因为她没有全线展示 店里最贵的珠宝 而且她也不敢展示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她打一辈子工都赔不起 很快 她找来的经理 是一位身穿黑色 职业西装的漂亮美女 金发碧眼 皮肤细白 美丽又有气质 在这种高档的奢侈品店上班 对于员工的要求 也是非常高的 就刚才的售货员 都算得上是不错的美女 而这位销售经理 从某些方面 已经可以和唐亚琴相媲美了 您好 江先生 请问您想要一款 什么样的赞剑呢 美女经理微笑着地说道 声音非常动人 与唐亚琴清脆的声音不一样 这位美女经理的声音 更加甜美 一句话就能勾起男人的浴火 聊不到男人的心弦 当然 江澄肯定是不为所动的 毕竟她上过的女人 不管是姿色还是气质 那都比眼前的这个销售经理强 最贵的 江澄咧嘴说道 好 我先给您展示 我们最贵的赞剑 不过 我给您的建议是 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 如果您是给眼前这位美丽的姑娘 选钻戒 最好是选最合适的 销售经理轻声细语地说道 到了她这个段位 以及她所处的地方 自然是不会为了销售而去销售 匹配到客户最满意的结果 才是他们的需求 随后美女经理 带着江澄和唐亚琴来到内室 从保险柜中 小心翼翼地拿出一颗钻戒 放到托盘上 放到两人面前的桌子上 这颗钻戒客中期 五颗 是著名设计师 希尔维设计的 价值三百万美刀 美女经理微笑地说道 介绍着这颗钻戒的来历 怎么样 喜欢吗 江澄扭头问唐亚琴 不喜欢 我不喜欢这个类型的钻戒 唐亚琴鼓着嘴巴说道 不用为我省钱 江澄强调了一下 突然感觉有钱真好 只有在消费的时候 才能真切地感觉到金钱的魅力 我知道 你有钱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 这款不适合我 唐亚琴撅着嘴说道 是的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唐小姐的手型 确实不适合这款钻戒 我有几款推荐 可以让唐小姐选一下 美女经理又是说道 可以 那你拿过来 让我女朋友挑一下 江澄说道 美女销售踩着高跟鞋 快速离去 哒哒哒的声音 非常清脆且好听 很快 她返回来 手中的托盘里 摆着四枚钻戒 与刚才的那颗戒指 三百万美刀的钻戒 明显有区别 当然 以江澄对这东西的了解 只能看出大小的区别 其他就看不出来了 不过美女销售很贴心地 将这四颗钻戒的来历和戒指 都介绍了一下 我选这颗 唐雅琴指着一颗蓝色钻戒说道 闪亮的大眼睛楚楚动人 似乎有眼泪在打转 似乎有所触动一般 唐雅琴看着那枚钻戒 脑海中闪过很多回忆 各种情绪齐齐用来 堵在了她的胸口 最后偷偷深情地看了一眼江澄 或许 这就是缘分啊 一时命运 感情的是 源自天时地利 差一分一离 就是空门 好的 这款名为重逢的钻戒 一定非常适合您 美女经理微笑着说道 将钻戒戒在了唐雅琴的手上 闪闪发亮 意义生辉 多少钱 江澄问道 150万美刀 美女经理说道 声音很是平淡 丝毫不会怀疑江澄的消费能力 刷卡 江澄掏出一张银行卡 付款之后 就带着唐雅琴离开 但过了几分钟 她突然又返回来 找到了那位美女经理 美女 我想定制一款求婚戒指 价值一定要高 钱不是问题 江澄说道 好 那有什么标准吗 美女经理有些诧异地问道 不是刚刚买走一颗钻戒吗 现在又要定制一颗 果然 有钱人的世界真的理解不了 是的 我要求婚 500万美刀以上 不设上限 江澄说道 内心已经决定要给唐雅琴一个盛大的婚礼 所以的规格都要最高的 好 那我心里有数了 定制的话 时间需要长一点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您可以等吗 美女经理问道 可以 倒是定制好了联系我 需要交定金的话 直接刷卡 江澄说着 又是掏出了自己的银行卡 不需要 您的身份地位 就是定金 美女经理微笑道 心里不禁羡慕唐雅琴 能够找江澄作为男朋友 真的是让米国万千女人羡慕啊 江澄点点头 又转身离开珠宝店 回到了劳斯莱斯车里 干什么去了 唐雅琴好奇问道 眼睛还在打量手上的戒指 落下点东西 回去拿了一趟 江澄笑着说道 那我们接下来去啊 唐雅琴乖巧地问道 看向江澄的眼神里 充满了火热的爱 似乎这一刻 就想坐到江澄身上 将自己的全部交给他 回家吧 然后 你下面给我吃 真的饿了 江澄嬉笑着说道 发动了车子 扬长而去 回到别墅 在爱意的包围下 两人全都进入到了忘我的境界 全身心地投入到 互相表达爱的运动中 这一刻 他们的感情得到了升华 不仅是身体上的 还有精神上的 第二天 唐雅琴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继续去计犯系公司进行拍摄 江澄则是随队开始训练 继续备战常规赛 不过因为昨晚一夜 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江澄和唐雅琴的状态都不太好 显得唯米不振于此同时 江澄给唐雅琴买钻戒的消息 不进而走 狗仔队就是这样 无孔不入 他们总是能想法设法 挖掘出明星们的私生活 当这个新闻报道出来的时候 很快就登场了美国热搜 引发了全世界的讨论 大部分网友 都是祝福了江澄和唐雅琴 只有少部分女球迷 在网上又哭又闹 表示嫁给江澄的梦想破灭了 这一天 全世界万千美女的心碎了 整个世界都是心碎的声音 休息两天后 胡人队终于迎来了下一个常规赛对手 主场坐镇迎战魔术队 没有悬念 胡人队继续轻取对手 延续连胜 虽然赛季开始前预测胡人队实力大减 但是纵观整个联盟 能比实力大减之后的 胡人队强的球队 也是寥寥无几 在一波又一波强势的连胜下 NBA的常规赛也来到11月底 胡人队将在主场迎战 印第安娜步行者队 就在比赛前一天 一则新闻震惊世界 该发生的事情 终究还是发生了 第1007章 亲爱的篮球 科比宣布退役 科比在美国时间11月29日 在篮球论坛发表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 亲爱的篮球 这篇文章里 阐述了科比对篮球的热爱 以及他退役的决定 在打完本赛季之后 他将选择退役 结束自己长达20年的职业生涯 毫无征兆的公告 短短几分钟 科比宣布退役的消息 席卷全世界 这消息实在是太突然了 要知道 科比本赛季的数据并不差 场均可以得到18 4分4 2篮板4 6柱攻1 2抢断 虽然这样的数据 对于科比来说确实低了 但依然是全明星级别的表现 只是投篮效率稍微差点 只有40% 为职业生涯最低 以他目前的状态 在打了两三个赛季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他却选择退役 就很让人不解 江城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是五味杂陈 没想到 科比还是在这个赛季 在这个时间节点选择宣布退役 上一世 科比在经历了跟健的伤病之后 职业生涯最后三个赛季过得 非常挣扎 除了受伤缺席比赛 付出之后 个人效率也是跌到了职业生涯低估 最终偏执骄傲的科比 和自己和解 选择退役 这一世 在江城的帮助下 科比职业生涯最后几年可谓完美 以球队核心之一的身份 连续拿到冠军 成为NBA历史上 拿到总冠军最多的球员 与比尔 拉塞尔并列历史第一 而本赛季 科比有望超越比尔 拉塞尔 即便如此 他还是选择了 在赛季结束后退役 这便意味着 本赛季是科比超越比尔 拉塞尔的最后机会 如果没能夺冠 那科比将以十一枚总冠军的成就退役 从本心来说 江城是希望和科比 能够在并肩作战多几个赛季 但是他也清楚科比的个性 是不允许自己 在被年轻一代球员欺负的 所以江城还是尊重科比的选择 他拨通了科比的电话 嗨 伙计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 科比的声音很放松 已经没有资助必较的斗志 当然 我着实没想到 你会选择退役 江城说道 抱歉没有提前通知你 其实新赛季 开始到现在 我一直在思考 一直在感知自己的身体 当每次在场上力不从心的时候 我就知道时机到了 是时候离开了 我已经在这个联盟打了二十年了 确实累了 科比说道 语气很平静 那如果本赛季无法夺冠 你就无法超越比尔 拉塞尔了 江城开玩笑地说道 我会努力争取本赛季的总冠军 算是我职业生涯最后一务 科比认真说道 语气又变得犀利起来 哪怕他释然了 但是心敌也渴望赢 两人又是寒暄了几句 便挂断了电话 江城知道 现在肯定不止一人 想给科比打电话了解情况 所以就不占用科比过多的时间了 此时 整个网络上 也都陷入到了激烈的讨论中 大部分球迷都非常不舍科比的离开 但他们也都清楚 科比总有退役的时候 二十年的职业生涯 已经足够漫长 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 而科比的这二十年 也是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人 六零一科密可不是开玩笑 其在世界上巨大的影响力 在这个时代 可以说仅次于江城 既然已经宣布退役 那科比的比赛 是真的看一场就少一场了 这个赛季剩下的比赛 是科比职业生涯的绝唱了 意识到这一点后 无数科密都想要在现场 最后看科比一场比赛 于是开始疯狂抢票 这也使得胡人队主场的票价 又涨了很多 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 在客场打比赛的比赛 票价也是翻了好几倍 同样一票难求 像76人这样的联盟弱队 平时的主场比赛上座率 都不足50% 票价更是低到离谱 但是主场对阵胡人队比赛的票价 却是翻了很多倍 即便如此也很难抢到 火热程度可见一斑 对于此等现象 很多媒体也是表示 科比的退役巡演要开始了 美国时间11月30日 科比宣布退役后的第一场比赛 胡人队坐阵主场迎战步行者队 斯台普斯中心 赛前两个小时 整个球馆就已经是人山人海 坐无虚席 但与往日兴奋欢闹的气氛不同 今日球馆里的气氛有些伤感 大屏幕上播放着 科比职业生涯的精彩极景 球迷们是越看越悲伤 甚至有些人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不设 是真的舍不得科比啊 要知道 科比在胡人队打了20年的比赛 很多球迷都是从小看着 科比的比赛长大的 有些人从学生到青年 甚至结婚生子 他们已经习惯了 在生命里看科比打球 就不免难过起来 当然 万幸的是 他们还有江城和库里 来到赛前热身环节 当科比登场的时候 全场都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每个球迷都在竭力嘶吼 以此来表达对科比的喜爱 老科也是微笑着朝观众席挥手打招呼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谢谢 嘟 一声哨响 赛前热身结束 双方首发球员登场 胡人队首发阵容为 约基奇 格林 科比 克莱 汤普森 江城 步行者队首发阵容为 马辛米 斯塔基 保罗 乔治 爱丽丝 乔治 希尔 相遇比三年前 步行者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他们是能打进东部决赛的顶级强队 但是随着保罗 乔治的断腿伤势 这支球队跌入低谷 连季后赛都没打进 球队管理层也是果断开始进行重建 拆了首发五虎 将西伯特 大卫 维斯特 史蒂芬森三人 全都交易走了 如今乔治商欲归来 展现出不俗实力 但是却很难率领球队重返巅峰了 只是勉强在季后赛边缘徘徊 约吉奇和马辛米跳球 后者将篮球拍了出来 步行者队率先进攻 乔治 希尔运球过半场后 将球传道跑到三分线外 主动要求的保罗 乔治手中 后者看着队位的科比 目光灼灼 透着强烈的斗志 第1008章 乔治大将军的斗志 回归已是奇迹 众所周知 保罗 乔治是科比的铁杆球迷 作为洛杉矶长大的孩子 他就是看着科比打球长大的 能够进入NBA 也是因为 他以科比为榜样 不断努力的结果 在听到偶像要退役的消息后 他失落难受了很长时间 但很快他就振作起来 决定本场比赛 用自己的方式向偶像告别 就像当年科比向乔丹告别那样 使出全力击败对手 就是对偶像最大的尊敬 所以 本场比赛 乔治的赢球欲望非常强烈 比当年冬爵打热火队的时候 还要强烈 嘿 老哥 准备好了吗 我会拼尽全力击溃你的 保罗 乔治认真说道 战役十足 别放大话了 小子 虽然我选择退役 但是虐你还是很轻松的 科比凝声说道 双腿微微弯曲 做好了防御的动作 整个人气势都变得凌厉起来 一瞬间 仿佛回到了那叱咤风云的岁月 保罗 乔治连续跨下运球 突然重置脚步 悬停球找节奏变相 从右侧突破 科比判断出其意图 快速向着右侧一动 挡住了乔治的去路 虽然他的速度变慢了 但经验还在 乔治见此 只能顺势做了一个转身的动作 想着从左侧再突破 但依然被科比挡住了 无奈 他只能运球退出三分线外 看到科比慢了一步 于是直接仰手 投出一记三分球篮球 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 刷 空心入网 好小子 这球进得很漂亮 科比夸赞道 眼睛里满是欣赏 在乔治受伤期间 科比也是经常打电话鼓励他 分享一些伤病的经验 乔治对此也是非常感激 我会用你的招式击败你 乔治说道 转身回防 胡人队进攻 江城运球过半场后 很是积极地将篮球 传到了落到低位的科比手中 他清楚 现在观众们就想看科比打球 毕竟打一场少一场 必须珍惜科比最后的职业生涯 而且 当才乔治顶着科比的防守 投进三分球 以科比的性格来说 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必须要做出回应 科比持球连续的顶撞保罗 乔治 后者顶住了科比的力量 没有后退一步 但重心还是不可避免的 向后移动了一点 也就是这一瞬间 科比抓住这个机会 转身后仰跳投 动作飘逸潇洒 美如画 乔治急忙扑了上去 看上去似乎能封盖住这次投篮 毕竟科比的弹跳和爆发 都大不如从前 本赛季犹是如此 但老科的核心力量依然在 在空中置空了一下 就躲开了乔治的封盖 并且他还调整了出手的高度 在下落的瞬间将篮球拨了出去 篮球在空中高速旋转 刷 空心入网 落地听着这清脆的响声 乔治也是摇头 感慨科比的厉害 他已经将自己的防守做到极致了 但是仍然无法封住科比的投篮 这真的是一个快要退役的老头 退役的决定 未免做得太草率了 确定不多打两年了 步行者对进攻 乔治继续单打科比 但这次却被科比瞅准机会将篮球抢断下来 随后甩向前场 传到江城手中 后者轻松上篮命中 怎么样 想赢我 你还早得很呢 科比兴奋地说道 别得意 比赛才刚刚看开始呢 保罗 乔治咬牙说道 斗志盎然 之后的几分钟时间里 虽然两人减少了进攻次数 但是依然在对位的时候 互相较劲 或许是受到两人的影响 其他球员们的士气都非常高 两队进入到对轰模式 投篮效率都非常高 打了半截不到的时间 科比就被换了下去 既然决定要在本赛季退役了 那胡人队就要尽量确保 科比在本赛季不受伤 争取能够打完剩余的比赛 让其职业生涯圆满结束 也满足球迷们 最后看科比打球的愿望 如果腰之中途受伤 且赛季报销 那就真的双Q了 进入到轮换阵容 双方火力不减 尤其是步行者队的首发得分后卫爱丽丝 更是梦回巅峰 打出了球星级别的水平 要知道 当年在勇士队 爱丽丝也是球队的老大 是全明星级别的球员 曾经连续几个赛季 场均得分都在20家 如今年级大了 状态也开始下滑 但是偶尔也能爆发出巅峰时期的实力 也是凭借着爱丽丝的出色发挥 步行者队才能在比分上 紧咬胡人队 第一节比赛结束 33 38 胡人队领先5分 短暂的节间 休息结束 第二节比赛开始 巴特勒率领替补球员 掀起了一波进攻狂潮 个人连得5分 并且还送出两记助攻 打出了一波9 三的进攻高潮 将分差拉开到了11分 见此步行者队主教练也非常谨慎 赶忙叫了一个暂停进行调整 将保罗 乔治 又换到场上 没办法 哪怕胡人队是全替补阵容 但巴特勒的发挥 可真的是太猛了 这他们哪是替补 妥妥的超手发水平级别的球员啊 再加上波普 莫里斯等汉将 步行者的替补球员们确实有些招架不住 只能提前换上首发阵容 保罗 乔治回到场上后 延续了火热的进攻状态 先是在外线撤步 投进一记三分球 接着又突破到罚球线附近 顶撞对手后 转身拉开出手空间 跳投一记中距离命中 连得5分 帮助球队及时止血 本以为步行者队能够掀起一波追分狂潮 但乔治接下来进攻回合 就因为运球太多而被抢断 出现一次失误 给了胡人队打快攻反击的机会 波普接到格林传球 在左侧45度角的位置标 射出一记三分球 刷 稳稳命中 场边的步行者对主教练 看到这一幕也是无奈摇头 保罗 乔治作为球队的王牌球员 攻防水平都是联盟顶级 可以说是联盟最强的小前锋之一 但是唯一不足的是 运控水平有限 运球多了就容易失误 而且传球能力有 但不够灵性 这也导致他遭到夹击后不容易出球 不过对于一位受过断腿大伤的球员来说 能回到个人巅峰水平 已经非常难得了 还能要求什么呢 他的回归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了 第1009章 联盟是年轻人的 你确定 随着乔治的失误 步行者队的进攻又变得挣扎起来 而乔治的状态也突然消失 连续两个回合进攻不进 胡人队这边情况也不好 巴特勒手感回落 被对手完全看死 球队缺少了持球点 波普接球后传不出去 无奈只能自己持球进攻 完全是瞎打了一个回合 做出他不擅长的进攻动作 运球后的急停后仰跳投 动作难度非常大 果然没悬念的打铁 步行者对掀起反击 特纳作为大中锋 快速跑过半场 接到乔治传球 顺势上篮命中 分差很快又被缩小到7分 度 菲尔叫暂停 开始进行换人调整 约基奇 江辰 克莱 汤普森 科比四大首发同时登场 只有格林下场休息 保留莫里斯在场上 增加一个三分投射点 和抢篮板的强力点 暂停回来 胡人队进攻 江辰湖顶持球 将篮球传到低位 背身卡好位置的科比手中 后者连续顶撞保罗 乔治 在接近禁区的时候 遭到包夹防守 他扫了一眼 就撇到了队友所在 刀高举着篮球 完成对角的大横传 将篮球传到埋伏在 左侧底角的克莱 汤普森手中 收缩到禁区的爱丽丝剑子 疯狂地扑了出来 但是为时已晚 克莱 汤普森出手速度极快 仰手标射一记三分球 刷 清脆悦尔的声音响起 空心入网 步行者队进攻 在胡人队提高防守强度后 步行者队很难有投篮的机会 见此保罗 乔治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 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 去冲击禁区 造成杀伤 在接下来几分钟的时间里 他数次站上罚球线 帮助球队艰难地咬着比分 即便如此 分差还是在慢慢扩大 等到半场比赛结束 56 71 忽人队已经将领先优势 扩大到了15分 下半场比赛开始 忽人队没再给步行者队机会 很快将分差拉开到20分 不过对手并没有放弃 保罗 乔治依然在竭尽所能地率队追分 哪怕其他球员斗志都已经消磨殆尽 甚至是有些沮丧了 但乔治依然斗志满满 孜孜不倦地进攻 防守 将自己的比赛状态发挥到极致 他就是步行者队的一道光 独特又闪耀 引人注目 就连现场的观众都是给予乔治很多的欢呼声 但双拳难敌四手 何况他面对的还是江城这个怪物 到了第四节出段 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里 江城突然爆发 开启个人进攻模式 连续轰下14分 打出一波14 武德进攻高潮 直接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9分 比赛丧失了悬念 步行者队又坚持了四五分钟的时间 便放弃了比赛 球迷们也不再关注比赛结束 而是都想看科比打球 可惜科比已经到场下休息了 垃圾时间已经没有上场的必要了 但球迷们可不管这些 疯狂地大喊着我们要科比 响彻全场 震耳欲聋 现场大屏幕镜头也是频繁给到科比 他坐在板凳上 没了剑拔弩张得很近 只有迷人的微笑 时不时还会挥手 对球迷们的支持表达感谢 嘴里也是不停地说着 谢谢 喊了很长时间 科比都没有再登场 球迷也就放弃了 只是多少有些遗憾吧 如何去形容这种情绪呢 就好像是陪伴自己多年的朋友 突然要离开 哪怕是已经好好的做了告别 但还是会感觉不尽兴 并且非常舍不得 念念不舍 必有回响 在比赛结束前一分钟 菲尔印球迷们要求 又将科比换到场上 全场欢呼 就好像是打了胜仗一样兴奋 老科上去打了两铁后 比赛也结束 112 135 胡人队以23分优势 轻取步行者队 江辰没怎么出汗 轻松松松砍下40分 13篮板 18助攻 三抢断 二助攻的大号三双数据科比发挥不错 17投7中 3分球5投3中 罚球3罚3中 得到20分4篮板 3助攻25 在本赛季 这对于科比来说 已经是比较高效的发挥了 在江辰的上一世 科比在衰败的胡人队 是一个人扛着球队 大部分都是个人单打 这导致他打出了职业生涯 最低效的一个赛季 投篮命中 个人效率值等 都创下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低 像什么20投4中 19投5中 14投1中等等 对科比已经是家常便饭 用科比的话来说 就是非常丑陋的表现 在这一世 胡人队强大无比 科比扮演的戏份 相应就少了很多 个人效率和投篮命中等数据要好一些 没有出现过 14投1中 这样夸张的拉胯表现 但整体依然不能令科比满意 这也是他仍然选择退役的原因 长达20年的征战 身体的损耗 真的到了极限 除了二人 球队发挥最好的便是克莱 汤普森 稳定地贡献22分四篮板两助攻 步行者对这边 保罗 乔治打出了本赛季最好的一场比赛 全场22投10中 三分球11投5中 罚球17罚14中 砍下39分次篮板一助攻的数据 得分很炸脸 不过助攻数据也很感人 他确实不是一个好的传球手 目前整个职业生涯 没有一个赛季场均助攻输达到5次以上 最高的一个赛季也只有4次助攻 猛塔 爱丽丝在第二节短暂地爆发了一下 全场就处于隐身状态 9投5中 三分球两投1中 罚球4罚4中得到15分 剩下球员都发挥很差 比赛哨声结束后 乔治第一时间走向科比 伙计 表现很棒 你已经完全从伤病中走出来了 科比微笑着说道 科比 你是我的偶像 看到你要退役的消息 我真的非常难过 保罗 乔治说道 声音都似乎要哽咽了 眼睛更是红红的 科比对于他来说 是信仰 是榜样 是前进的动力 是深入到灵魂的一部分 嘿 伙计 别难过 没有人能永远在这个联盟打下去 我总会退役的 联盟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了 科比颇有感慨地说道 保罗 乔治听了 表情变得古怪起来 瞥了一眼江城 看着科比撅了撅嘴 似乎在说 你确定 第1001十章 耍宝库里 遥遥领先的记录 看到保罗 乔治的表情 科比也是露出一丝苦笑 他也意识到 自己说的话有些不妥 联盟的未来 确实是属于年轻的人 但不是属于所有的年轻人 只是独属于江城 本赛季只是江城职业生涯的第九个赛季 才刚刚步入到巅峰期 未来至少还能保持六年以上的巅峰期 这谁顶得住 随着江城这九年打出历史最伟大的表现 全联盟都达成了一个共识 只要有江城在 那在NBA真的是没有出头之日啊 哈哈 不要气馁 要努力 要奋力朝着梦想前进 科比笑着说道 感觉自己说 这话都底虚 他太清楚胡人队的实力了 也太清楚江城的能力了 真的是无敌啊 从小就自信无敌的 他在面对江城的时候 也不经信心动摇 不得不承认 不管是单挑 还是其他的能力 是真的比不上江城 这是事实 得承认 一会儿我去更衣室找你 能不能送我双千名球鞋 就要你这场比赛的球鞋 保罗 乔治满是期待的说道 当然 科比笑着说道 两人寒暄几句 乔治转身离去 爱丽丝又走了过来 科比 能不能送给我你的千名球鞋 我想留作纪念 爱丽丝小心翼翼地问道 抱歉 火箭 你来晚一步 我已经答应送给乔治了 科比有些抱歉地说道 那球衣呢 这个还没有 可以送给你 那真是太好了 一会儿我去更衣室找你的 爱丽丝说着 开心地转身离去了 还有好几位步行者队的球员 都在等着跟科比之一 他们都没向科比索要纪念品 因为他们都清楚 凭借像他们这样的小卡拉米 是没资格的 不过有的球员就很聪明 脱下自己的球衣和科比要签名 纪念品没有 但是签名还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 被围了很长时间 科比才回到更衣室洗澡换衣服 等从预示出来 保罗 乔治和爱丽丝早已在等候 按照约定 他将自己的球鞋签名送给了乔治 将球衣签名送给了爱丽丝 然后 两人又与科比分别合影留念 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胡人对更衣室的球员们 看着这两人 就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追星的时候 真的是一腔热血 他们都能预见 未来一定会多次出现这样的画面 科比宣布退役后 这只是个开始 未来的追星行为只会越来越疯狂 这就是曾经的联盟头号巨星的牌面 能够享受这样追星待遇和退役巡演的球员 纵观整个NBA历史都是少之又少 当然 在胡人队就有三位 科比 江城 库里 这都是板上钉钉的 虽然库里与前两位相比 实力 资历都差了很多 但是他也是NBA历史上最伟大的三分射手 且因为本身天赋不足 却能成为NBA历史顶级巨星 这本身就是非常励志的 至于库里未来 到底能够取得什么的成就和历史地位 具体还要看他今后的职业生涯 但有一说一 就目前以核心球员的身份 获得六连冠 07 08 08 09两个赛季 库里还没进入联盟 就足以标柄史册 嘿 科比 我也想要你的签名球鞋 这球鞋真的是太抢手了 什么时候能给我留一双 库里穿着黑色西装 粒粒正正地拄着拐杖 站在更衣室角落里 大声说道 因为是在逐场比赛 所以库里来到球馆观战了这场比赛 在替补西观战的时候 他就不闲着 一直在掌边耍宝 刷足了存在感 现在回到更衣室 他依然在卖萌 众人听着库里的话 都是笑了 可惜你是我的队友 如果是我的对手 那我就给你留一双 科比也是开玩笑的 那看来 我得转会了 为了这双球鞋 我得跟管理层申请交易了 库里嬉笑道 众人皆是哈哈大笑 更衣室的氛围好到了极点 知道科比即将退役的伤感 也被冲淡了很多 这就是史蒂芬 库里的个人魅力 他不仅是领袖 还拥有着让队友们凝聚在一起的魅力 这一点 很多超级巨星都比不了 众人又是闲聊了一会儿 便开始个忙个事 最后开车各自的豪车 离开了斯台普斯中心球馆 时间进入到12月份 各大媒体和篮球专家 都是对11月份NBA常规赛进行了总结 最后选出最令人惊喜的球员 竟然是江城 整个11月 胡人队打了14场比赛 江城场均交出了40 5分12 3篮板17 5助攻3 2抢断2 四封盖的惊人数据 单月场均17 5助攻也是刷新NBA历史记录 并且江城打出了7次单场助攻数在20家的比赛 同样是历史记录 开季连续7场15家助攻数 同样是历史记录 除了这些重要的记录外 什么40家20家时的三双次数 依然是历史距离 总之 江城单月又是打出了自己职业生涯代表月 创造了大大小小几十个 令人仰望惊叹的历史第一的记录 在破记录和统治记录这一块 江城对于NBA其他球员完全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遥遥领先 凭借着这样出色的表现 江城也是毫无悬念的 获得了11月NBA西部月最佳的荣誉 职业生涯继续蝉连该荣誉 已经连续第8年了 就像媒体对江城获得11月月最佳的评价 在这项荣誉的统治上 江城让整个西部绝望了8年 而且还会继续下去 东部月最佳的获得者是詹姆斯 场军送出28 7分8 9篮板9 1注攻1 4抢断1 1封盖 数据同样很豪华 但是跟江城比起来就显得普普通通 詹姆斯是近几年来 东部获得月最佳最多的球员 虽然没形成绝对统治地位 但是与其他东部球员比起来 也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这就是为什么媒体时常将詹姆斯和江城放在一起比较 因为整个联盟也只有詹姆斯 有这个资格去和江城比较 在其他总结中 NBA11月份最令人意外的事情 便是科比宣布退役 这引发了整个世界的轰动 哪怕是在月底 但其重要心和热度 都是整月其他篮球详细无法相比的 哪怕是江城获得很多NBA历史记录的热度 都没办法跟科比退役这件事情的热度相比 第10011章 费城之子 这段故事圆满了 常规赛进入到12月份 胡人队在主场连续打了三场比赛 然后便开始了漫长的课场之旅 而科比的退役巡演也正式开始 巧合的是 胡人队连课的第一场比赛 对阵的便是七六人队 众所周知 科比的家乡就在费城 他就在这里长大的 并且在这里的高中率队 打出了31胜3负的战绩 名扬全米 曾经所有费城人都认为 科比会为七六人队效力 率领七六人队走向辉煌 但是造化弄人 当时手握状元签的七六人 对管理层认为 以科比的能力 还不足以成为状元 如果用状元签选中科比的 那就是纯纯的浪费 所以权衡再三 七六人队用状元签选中了 天才后卫阿伦 艾弗森 这让科比怒不可遏 并且在心底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进入NBA后 但凡是遇到七六人队 科比总是表现得非常积极 竭尽全力 去打出好的表现 去击败七六人队 就是要向全世界证明 七六人队的选择是错误的 终于 在2001年的总决赛上 科比迎来了真正复仇的机会 他和奥尼尔率领的胡人队 在总决赛中遇到了七六人队 于是一场屠杀开始了 那个赛季的胡人队 完全无敌 可谓佛党 杀佛神党杀神 阿伦 艾弗森逆天发挥 才率队赢下了一场比赛 随后便被胡人队连续虐了四场 身是横扫七六人队夺冠 而这也是胡人队整个季后赛 输掉的唯一的一场比赛 至此 科比与费城球迷算是彻底结仇 他们将科比视作 是这座城市的叛徒 是这座城市的敌人 每次科比来这里打比赛 他们都是抱以最大的恶意去虚科比 以至于2002年 科比在费城举办的全明星赛上 拿到MVP的时候 竟是罕见的 没有人为其欢呼 换来的反而是满场的虚声 哪怕科比不在乎这些 但是得不到家乡球迷们的支持 也让科比很是难过 在之后的很多年 科比与费城球迷的关系都不好 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如今 科比就要退役了 且职业生涯最后一次造访费城 那费城的球迷 会以什么样的态度 来对待科比呢 这让人好奇 七六人队主场 瓦乔维亚中心球馆 赛前一个多小时 整个球馆就已经是座无虚席 这对于本赛季的七十六人 主场来说 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因为七十六人近几年连续摆烂 这让球迷们对这支球队很失望 所以 连续几个赛季的主场比赛的上座率 都非常低 甚至一度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 但现在科比要来 球馆就全是人 上座率超过百分之一百 很快 两支球队的球员们 从球员通道跑了出来 现场观众立即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并且高喊着科比 球迷们的态度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接着 现场的MC开始介绍出场球员 当介绍的科比的时候 声音也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感情非常的充沛 17次全明星 得分榜第二位 2008年MVP 一次总决赛MVP 11个总冠军 六尺六寸 来自洛尔玛里昂高中 24号 科比 布莱恩特 话音落下 全场爆发出山呼海啸的欢呼声 毫无疑问 这绝对是七六人对主场 对科比爆发出的最大的一次欢呼 由此可见 费城的球迷们 已经放下了与科比曾经的恩怨 承认他是费城的孩子 科比在费城的最后一场比赛 只想用自己最热情的态度 去送别科比 听着现场的欢呼声 科比也是非常动情 情绪难得的流露出来 一边微笑着 一边挥手朝着观众席上说 谢谢 一时间 整个球馆中都充满了温情 完全没有比赛开始前 剑拔弩张的气氛 热身期间 现场大屏幕 也是播放着科比职业生涯的集景 最后视频播放完毕 七六人对管理层总经理 在视频中说了几句话 表达了对科比退役的祝福 同时 七六人对总经理也来到了现场 并且送了科比一个退役的小礼物 那就是 当年科比在费城的 洛尔玛里昂高中篮球队 打比赛时 身批的33号球衣 在全场欢呼声中 科比收下了这份礼物 现场氛围进入到高潮 之后的比赛 就没什么太多的看点了 两支球队实力差距巨大 胡人队仅仅用了一节半的时间 就建立起了20分的领先优势 到了下半场 基本就进入到垃圾时间了 所以 科比也是早早的下场休息 球迷们不乐意了 从第三节末尾 就开始不停地高喊着我们要科比 情绪非常的激烈 虽然上一场比赛 科比也受到了这样的待遇 但那毕竟是在主场 哪怕科比不上 球迷们还是有机会 在现场看到科比的比赛 可是本场比赛是客场作战 如果科比本场比赛不再上 那球迷们将再没有机会 看到科比现场的比赛 还是充满了不舍呀 所以 球迷们都想要多看科比几眼 在这样的呼声下 菲尔在比赛最后四分钟的时候 又将科比换到场上 满足了球迷们的需求 他可不想被骂 比赛结束 123 100 呼人队以23分巨大优势 轻取76人队 赛季取得了17连胜的傲人战绩 不过这并不能引起球迷们的惊讶 因为这些年打出类似的连胜 对于呼人队来说 已经是常规操作 球迷们早就已经习惯了 江辰常规发挥 砍下38分 10篮板16助攻的三双数据 科比难得的打出一场高效的比赛 15投8中 三分球四投两中 罚球五罚四中 到20分三篮板三助攻 算是圆满的 在自己家乡 打完了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比赛 赛后 各界媒体也是对本场比赛 进行了大肆报道 重点必然是科比的退役巡演内容 不管是MC对科比的出场介绍 还是76人对管理层 给科比精心准备的礼物 都让这场比赛 充满了温情与感动 而费城球迷和科比的和解 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很多费城球迷都在网络上表示 与科比和解的太晚了 之前一直都在需科比 可当科比真正要退役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 科比对于联盟 费城的意义与价值 第10012章 特殊的待遇 与30家擦肩而过 对阵76人对后 科比带着自己的礼物 继续跟队出征 胡人队将客场挑战 凯尔特人队 依然是一场非常有看点的比赛 胡人队和凯尔特人队 作为联盟恩怨最大的两支球队 从70、80年代就开始结院 而在科比的时代 胡人队也与凯尔特人队 两次在总决赛中相遇 这两次 胡人队全都取得了胜利 这让波士顿的球迷 对科比恨之入骨 但现在随着科比宣布退役 这一份恨也发生了变化 在比赛还没开始的时候 凯尔特人队官方 就在网络上晒出了 科比与绿军 在总决赛中的一张经典的投篮图片 并且配文伟大的传奇 果不其然 在比赛开始之前 凯尔特人队管理层 也同样致敬了科比 现场的观众们 也是放下了仇恨 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来送别科比 见证这些的名记们 也都纷纷忍不住 在社交媒体上感慨 科比是唯一一位 在极恶如仇的波士顿球迷们中 获得如此欢呼的球员 甚至让曾经为凯尔特人队 效力了几个赛季的狼王加内特 唏嘘不已 他跟科比开玩笑 说自己退役的时候 再来到这座球馆 都不一定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语气里满是酸味 科比听了 也是哈哈大笑 他确实是受宠若惊 没想到能够在这座球馆中 受到这般欢呼 以往来这里比赛的时候 除了虚声就是垃圾话 时过境迁 在他宣布退役后 好像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没有仇恨 没有竞争 没有虚声 有的只是对他的不舍与怀念 与上一场比赛一样 赛前的内容精彩程度 要大于正式比赛 哪怕凯尔特人队 已经是东部的豪强球队 确实给胡人队 在比赛中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凭借着当家球星伦纳德的出色发挥 绿军在半场比赛结束额的时候 还领先8分 进入到下半场比赛 伦纳德率先开火 在三分线外投进一记三分球 将分差扩大到11分 全场观众都疯狂了 放声欢呼 但凯尔特人队的攻势 并没有得到延续 除了伦纳德之外 其他球员的投篮手感都一般 连续的打铁江城 趁机抓住机会 开启了个人进攻模式 连续得分 帮助球队缩小比分 虽然被绿军的球迷们送上欢呼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但是到了比赛中 该争取胜利还是要争取的 只用了半截的时间 胡仁队打出了一波19 6的进攻高潮 一局反超了比分 并且获得了2分的领先优势 绿军主教练连着叫了两个暂停 都没能挽救绿军的颓势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比分被反超 现场的观众们 也是由激动变地平静下来 眼中的希望也消失不见 胡仁队没有再给绿军机会 后面半截又是打出了一波22 13的进攻高潮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1分 第三截单截 胡仁轰出了一波41 19的超级攻击波 41分中 有36分都跟江城有关系 他单截送出了18分四篮板 8助攻的数据 这下 胡仁的球迷们坐不住了 因为江城前三截的助攻数 已经累积到了22次 又有机会打破记录了 按照现在的比赛节奏 如果绿军第四截不崩盘的话 那江城就有希望达到30级助攻 进入到第四节比赛 绿军的进攻恢复正常 不仅伦纳德进攻端 一如既往的稳定 其他球员也都恢复了手感 尤其是小托马斯 在外线连续标中两季三分球 帮助球队快速追分 眼看着分差要被反超 菲尔也只能提前换上江城这个定海神针 江城回到场上后 还是以传球为主 但是奈何队友都不给力 连续的投篮打铁 被绿军将分差追到了四分 见词 江城果断再次接管比赛 不再传球 而是开始个人进攻 先是外线盯着 放手标中 一季三分球 绿军主教练便迅速做出调整 让伦纳德去盯防江城 毕竟伦纳德是联盟顶级的防守者 其防守能力也是历史罕见的强 但可惜他面对的是江城 两人对位的第一个回合 江城就顶着伦纳德 强投三分球 不仅投进 还造成了伦纳德的犯规 打成一季三加一 江城站上罚球线 稳稳罚球命中 连得七分 再次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1分 全场球迷们都猛逼了 这分差拉开的也太快了吧 就两个回合 分差就回到11分了 当真不可思议啊 接下来几个回合 江城又尝试传球带动队友进攻 但奈何效果不明显 于是自己再次连续单打 又是一波酒 三额的进攻高潮 将分差拉开到17分 此时距离全场比赛结束 还剩下5分钟的时间 留给绿军的时间不过了 而且绿军也不想轻易放弃这场比赛 还在拼命地追分 伦纳德关键时刻 彰显出巨星本身 挺身而出 连续两击中距离跳投命中 并且在防守端完成一次抢断 助攻小托马斯投进一记三分球 在他的率领下 绿军回进了一波七 二的进攻高潮 又将分差缩小到了12分 随后双方陷入到僵持中 在只剩下两分钟的时候 眼看追分无望 绿军这才放弃了比赛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124 115 胡人队以九分之差 险胜绿军 没能突破到30级助攻 全场得到45分15篮板 26次助攻 三抢断二助攻的数据 哪怕助攻没上30个 这数据也足够恐怖了 打出了45加25加15的数据 再次刷新了这个世界 对超级三双这个词汇的认知 如果助攻能突破30次 那就是45加30加15的超级三双 更加的恐怖如斯 第四节 虽然江城登场了近10分钟的时间 但队友们的投篮手感很差 导致江城单截指 送出了4次助攻 很遗憾的 与30次助攻擦肩而过 对此 球迷们做出了总结 得分和助攻可不一样 得分对于江城来说 更加可控一些 但是助攻就不可控了 所需要的条件太多了 第10013章 小托马斯之商 圣诞大战球星云集 首先 江城需要有足够的出场时间 也就要求对手得给力一点 如果不给力 被三节打崩 但江城第四节 就不会再登场了 其次是队友的手感的好 如果江城一直传球 但队友就是投不进 无法转化为得分 那也白费 所以如果江城要打破助攻记录 那就需要这些条件都满足 相对来说 就非常困难了 不过即便如此 江城本赛季 场均接近16次助攻 已经非常恐怖了 除了他 胡仁队发挥最好的是约基奇 小白胖子本场比赛 打出了生涯目前为止的代表作 15投11中 3分球4投2中 罚球3罚3中 得到24分12篮板 10助攻 一抢断的三双数据 且进攻效率非常高 再次震惊全米 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这个白胖子的潜力 与往常相比 表现拉胯的是克莱 汤普森 全场15投只有5中 3分球6投1中 只得到11分 绿军这边 伦纳德就好像是机器人一样 稳定的22投13中 3分球7投3中 罚球5罚5中 得到34分5篮板 3助攻 3抢断2封盖的全能数据 填满了数据篮 也体现出他攻防两端的统治力 在离开胡仁队的第二个赛季 他进步飞快 已经成为联盟的顶级巨星 进入联盟前十之列 这成长速度也是非常可怕 只能说胡仁出品 必属精品 球队的另外一位核心球员小托马斯 同样表现出色 自从本赛季被推到首发位置之后 小托马斯的表现也是提升了一个级别 场均能够得到22 4分2 6篮板7 2助攻1 4抢断的数据 妥妥的全明星水平的发挥 唯一不足的还是他的防守能力 但也没办法 这是他天赋上的硬伤 不是努力就可以弥补的 想要使用小托马斯 就必须接受他1 75米的身高 对于他来说 身高是最大的悲哀 尤其是这个靠天赋吃饭的联盟里 这个身高能生存下去 已然不容易了 所以 小托马斯也凭借着在绿军的出色发挥 获得了地表最强175的称号 可见球迷对其的尊敬 然 可惜的是 小托马斯受伤后 失去了速度 在归来这个联盟 就没了他的位置 当他进攻能力下滑的时候 那他的身高 在防守端就是灾难 命运 对于小托马斯来说 很不公平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胡人队继续东征 联克魔术队 黄蜂队 雄鹿队三支球队 再次完成了五联克的魔鬼赛程 又打了两场比赛 便迎来了万众瞩目的圣诞大战 作为NBA联盟每年的重头戏 每次圣诞大战的安排联盟 都是费尽心思 安排的每场比赛都有其看点 且超级球星的出场数量也要保证 像江城 科比 詹姆斯 杜兰特等超级巨星 基本不会缺席圣诞大战 今年 联盟在圣诞大战一共安排了四场比赛 分别是骑士队 VS胡人队 快船队 VS凯尔特人队 火箭队 VS雷霆队 马次队 VS公牛队 参加圣诞大战的每支球队 都保证有两位超级球星 所以 哪怕只有四场比赛 其超级巨星的数量已经非常可观了 像开拓者队这样 只有一位利拉德的超级球星的球队 都没被安排在圣诞大战 其中最受瞩目的 自然是骑士队 VS胡人队 两队集结了至少六位巨星 只是可惜 库里受伤不能参加 但克莱 汤普森本赛季的精彩表现 已经有资格被入选到全明星 其他球员亦是星光异议 快船队有格里芬 保罗 小乔丹 三位全明星级别球员 绿军则是有伦纳德和小托马斯 火箭队有哈登 霍华德 雷霆队则有杜兰特 威少两位超级巨星 马次队有奥尔德里奇 邓肯 帕克 吉诺比利四巨头 公牛队则有罗斯独挑大梁 八支球队 一共集结了二十位全明星级别的球星 在圣诞大战到来之前 NBA也官宣了全明星投票正式开始 本次投票的唯一悬念就是 科比职业生涯最后一次全明星之旅 在票数上能否超越江城成为票王 这是一月份以后才知道的事情了 球迷们所有的关注还是在圣诞大战上 美国时间12月25日 圣诞大战正式打响 因为时区不同 所以各支比赛开始的时间也不一样 最先开始的是 快船队VS凯尔特人队 马次队VS公牛队这两场比赛 两场比赛都是较量到最后一分钟 才分出胜负 打得非常激烈 表现最出色的是德里克 罗斯 一人扛着球队打到比赛最后 遗憾输掉比赛 但罗斯虽败犹容 他全场打了42分钟 29投16中 3分球9投5中 罚球12罚11中 疯狂揽下48分 8篮板9助攻两抢断的准 三双数据 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抗衡马次队 其单场48分的得分 也是刷新了本赛季个人单场得分新高 另一场比赛 三投14中 三分球8投4中 罚球9罚9中 砍下41分6篮板4助攻 两抢断一封盖 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 得分新高 完全压制住了克里斯 保罗 让其26分10篮板14助攻的三双数据 都黯然失色 且伦纳德用这样的表现捍卫主场 赢下快船队 在虎扑的评分上 伦纳德 罗斯 保罗的个人评分都达到了9 9 这两场比赛结束后 更令人期待的两场比赛 也同步打响 洛杉矶斯台普斯中心 双方球员在球场上热身 气氛非常紧张压抑 骑士队可不管这是不是科比职业生涯 最后一次圣诞大战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赢球 本赛季胡人队实力下降 对于骑士队来说是最有利的 因为纵观整个联盟 唯一能够和胡人队抗衡 且争夺冠军的也只有骑士队 所以 本赛季对于骑士队来说 是极大的机会 詹姆斯极有可能争夺到自己职业生涯 第一座总冠军 是又一次最有希望的 为什么说又能 因为前面两三的赛季 每年媒体们都是这样形容的 每一年都是最大的机会 但每年都失败